我們在右邊是非常有名的陳博士陳教授學長 陳教授他擔任過經建會的主吻還有台灣智庫 目前是台灣智庫的董事長 他是台大GDC的農業教授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陳教授學長 我們現在實際先介紹 那接著我們介紹也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施俊宜施教授他擔任過公平會 還有精華會的主委 那也是非常非常 這個論述相當多的學者 那目前在眾議院的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認識 那麼我們另外還有邀請到黃國昌教授 那是很不巧 因為黃教授在花蓮有這個論文還有一些學術活動 那這個可能就趕還回來 所以黃教授可能今天沒辦法來這個論壇 那另外有陳吉 我們邀請到陳吉仲宜陳教授在中心大學應用經濟系 對農業的問題 可以來做一些比較詳細的一些討論 那目前是在路途中帶回到 那另外最後就是要請到四星大學社會發展教授 蔡鐵衛蔡教授 那目前在路途中也快要抵達了 那我想我們因為這個時間上的這個關係 我們就開始 那麼我們請每一位專家來賓 先做一個論述四十分鐘 那三十分鐘的時候 我們就請我們的朋友 就稍微提示 那四十分鐘呢 我們就第一輪這個做結束 那待會兒這個所有的我們台上的 五專家學者表達完以後 那有大約五十分鐘左右的Q&A 那可以第二輪還有我們邀請 我們這個所有的來賓人 來做這個Q&A 和一些討論 那我想我們現在就是時間開始 我們先邀請陳柏智 陳教授 謝謝主席 謝謝主任各位先進 那我把今天的題目定為這一個 自由經濟失望區條例不如改定 產業自由化推動條例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這一個自由經濟失望區條例 其實非常地糟糕 可是過去這六年的經驗 每一次跟政府說他哪個政策不對 那他們自私的法定就說 這一個你沒有替代方案 所以今天給他一個替代方案 這一個其實各種政策錯就是錯 要去檢討為什麼要錯 但是政府的自私法定 不去思考他錯在哪裡 先質疑說你沒有替代方案 換句話說你坐上計程車 你發現那個司機開錯路了 你怎麼跟他說 你要跟他說你開錯路了對不對 但是他說你要先告訴他替代方案 錯了就錯了 要先認錯才知道要怎麼動 那不一定馬上有替代方案 有一些東西 其實如果開車路開錯了 趕快停下來回頭 就是第一個替代方案 以後要怎麼辦 再說 趕快停下來才重要 可是政府不是這樣 所以我今天給他一個替代方案 那為什麼說這個自由經濟失望區條例不好 細的東西 我們未來三次研討會還有其他國家都會講很多 那我從他的歷史嚴格先來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它會是一個錯的政策 然後我們再進一步講說它錯在哪裡 這個自由經濟失望區 這個政策從哪裡來的呢 在馬英九先生競選總統的時候 並沒有這個政策 他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他所講的政策 跟這個相關的政策 請及計量 不是 如果要解釋 好 不知道 算了 這一個 不曉得是沒有彈料還是射程不夠 這一個 沒有關係 我用嘴巴講好了 這一個 反正這一個 泡泡的各個一出來 大家可以做看 就好 當時 馬蕭團隊說 他們 要 建立 兩岸共同市場 要建立兩岸共同市場 結果呢 這兩岸共同市場 他們這樣講 我聽了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以前也有別人講過 兩岸共同市場 那這一個 兩岸共同市場是什麼 所有的經濟學教科書 國際經濟學的教科書 我寫得清清楚楚 所謂共同市場 就是參與的這些國家也好 或者他們不敢講國家 叫做地區也好 這一個 勞工可以自由到對方的地方去工作 這是共同市場的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譬如說歐洲共同市場 現在的歐盟 以前叫歐洲共同市場 沒關係 那這 因為我會講的今天更多 你給我太多時間了 這一個 共同市場 像是我們到歐洲去玩 在阿姆十二丹下飛機 坐上巴士 那個司機開個巴士 一路載我們 載到羅馬 跑過好多個國家 同樣一個司機不必換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共同市場 這個司機在哪裡工作 都可以 這是共同市場 很重要的條件 共同市場 還有別的條件 不管啦 就這個條件 我們跟中國大陸之間 能夠有共同市場嗎 工資差距那麼大 有共同市場 多少中國人 會來台灣來工作 根本不可能的 所以 當時 有一點說 這一個 講共同市場是很無知的啦 這一個 我在這一個 Fallpoint的第二頁 就是在音樂下 就有提到 這一個 在2007年的天下雜誌 實際上我就講過 不可能的事情 在那裡講 那就是無知 可是更無知的是 當大家這樣批評 說我們跟中國大陸 不可能成為共同市場的時候 馬蕭出來解釋 說我並沒有要開放中國勞工來 你們是在汙蔑我 問題是在教科書 在WTO的規定裡面 都講得清清楚楚 共同市場就是要讓對方勞工來 他說沒有 你在汙蔑我 甚至還進一步講 說所謂共同市場 只是勞工可以拿著護照 不用簽證 到對方國家去旅行 那照他來講 我們現在跟日本也是共同市場 所以是不是無知 無知沒有關係 只要人家罵了能改就好 所以我這樣罵了之後 他們就不敢再講共同市場 那不敢講就很好啊 問題呢 口號喊了怎麼辦 於是搞出另外第二個東西 這個第二個東西叫做 這一個 已經跳過去了 這一個共同市場 硬拗拗不過之後 喊第二個口號 叫做全台自由貿易區 當時怎麼講呢 當時說 我們要跟外國簽叫TA 人家不跟我們簽 或者中國不允許 人家跟我們簽 他說沒有關係 人家不簽 我們自己做 我們自己開放 我們自己開放台灣 做全台自由貿易區 讓外國的產品都可以免稅進來 欸這些有這麼傻的嗎 我們東西賣給人家要關稅 然後我們開放讓人家 東西賣進來不要關稅 當然沒有這麼傻 馬修非常聰明 他說 我們這樣開放之後 外國敢於我們的誠意 敢於我們的誠意 就會對我們的產品免稅 實在忍不住 所以又在天下雜誌上面 寫了一篇文章 說 自由 全台自由貿易區 換回外國的回報 因為我們如果跟外國沒有簽在TA 他們是不能給我們免關稅 照WTO最惠國待遇的原則 他如果我們沒有簽在TA的情況之下 要對台灣正合產品免關稅 就必須對所有的WTO會員免關稅 所以我們的誠意哪有那麼偉大 我們讓美國產品免稅進口 然後美國就對我們免稅進口 於是也就對全世界免稅進口 美國總統比較阿達就沒有阿達到這個地方 民造再敵人會敵到嘴旁 就是這樣 那 所以這個行不通 行不通我們還要硬拗 但是不管怎麼硬拗 不管怎麼硬拗 最後呢 我這樣一罵 還是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就是 天下達是從此不找我寫文章 第二個效果 第二個效果比較重要 第二個效果 從此也不敢再講全台自由貿易區 知道不行了 雖然不認錯 但是不做 這我還是很肯定他們 至少沒有 硬拗到底至少不做了 於是他們上任之後就講說 要做經貿特區 不在全台了 先做特區 那這個特區 就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自由經濟示範區是這樣來的 這個來路就有一點不正好不好 那這樣來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規劃了六年 有時候在經濟部規劃 有時候在經建會規劃 換了不同的部會 換了好幾個首長 這個不重要 是規劃的內容 換了好多次 我們來看他規劃的內容怎麼看 這一個 最初呢 因為我們的業者很希望 開放更多外勞 而且外勞不適用基本工資 所以 最開始的時候 曾經講說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就是要開放外勞 要換換外勞的規劃 可是呢 民眾聽了不得了 這個 不只是會衝擊我們的勞工 對區外 不能用更多外勞的廠商 也就變成不公平競爭嘛 在區外的只能用這一點外勞 在區內無限制可以用 成本就降低了 區外的不是要被打死嗎 所以 被罵之後 也不錯 被罵了 就不敢講了 不只不敢講 就出來 公開進抓 說 絕不開放外勞 絕對不放寬勞動條件 所以他的規劃變了 變了之後 要講什麼呢 變了之後 講說 這一個 某一位 某一位 某一言文說 這個 自由經濟失望區 就是要救勇達 因為勇達 他經營不下去了 那我們 用一個特權 因為 本來 中資是不准投資面板的 那我們把它 解釋成 他是在特區裡面 那中資可以來投資 然後 他就可以 扩救 但是這個也被罵了 後來也不敢講了 然後 這一個 又講說 我們 要 用特區 跟 中國的特區 來接軌 怎麼接軌呢 我們的面 譬如說我們的面板 賣到中國大陸去 要課關稅 這對我們 非常不利 因為 這一個 課了關稅 中國自己生產面板的話 我們就見過 中國自己生產面板 所以 在FWA 簽早收清單之前 我們的民眾 我們的 產業 非常 渴望說 早收清單 應該包括面板 可以免稅 可是 我們的官員 天天沒有這個能力 去爭取到 所以面板 還是要課稅 那 我們的官員 可以想出這個辦法 說 我們特區 對特區合作 讓我們的 東西 我們特區的產品 運到中國的特區 去 加工 或者中國特區產品 運到台灣的特區 來加工 我們可以免稅 那我看了就覺得 很好笑 特區 包括我們 幾十年前就有的 加工出口區 特區 進口產品免稅 我們這個特區 現在進口產品也免稅 中國的很多特區 進口產品也是免稅 這種為了出口目的的特區 本來進口就免稅 不需要我們的特區 跟他們的特區合作 我們台灣任何生產 任何地方生產的地方 的東西 賣到中國大陸的特區 本來就是免稅 沒有什麼特區 對特區的對接 如果 我們的產品賣到他的特區 可以免稅 他的特區還可以內銷 繼續免稅的話 現在就跟現有的特區不一樣喔 他們想的是這樣 很可惜的是 WTO的規範不能這樣 你如果 虛構一個特區 賣到特區美稅 特區在內銷美稅 那你就等於 他對我們產品美稅 這個無法 WTO的規定 要對我們美稅 就要對所有國家美稅 好不好 所以 這個罵了之後 現在也不敢講 所以馬正午還不錯啦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 我們政治人 過去真心的 做的這些東西 辦這些會 罵了還是會改 只是有時候他們改了 越改越糟糕而已 那麼開會就是告訴他 不要改越糟糕 希望他改得好 這個不敢講 好 那麼 現在要做什麼呢 這個 實在不知道啦 所以 他們有想出一個 本來也就有了 然後擴大宣傳說 我們這個特區 要用免稅吸引投資 對於在特區的廠商 給很多免稅 那用免稅來吸引投資 這個叫做自由經濟示範區嗎 前台北市電電工會的理事長 叫做自由軍 企業家 看得出 他很奇怪 如果你這個特區 是可以有更大的自由 那我到特區去得到自由是好的 那應該我買門票進去啊 怎麼我進到裡面 你還給我免稅 你這個到底在幹什麼 特區如果是對的是好的 那大家都搶著要進去啊 為什麼還要給免稅 所以莫名其妙的政策就是這樣 連企業家都看出來覺得很奇怪 那如果特區給免稅的話 對區外是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然後呢 這一個他吸引到的投資 其實只是從本來在區外 而且在一直免稅啦 所以免稅這個政策 不只外面罵 在罵政府裡面 也有人非常跳腳 也有人非常激烈的批評 你們知道是誰嗎 也是我們的老師 現在已經離職的那個 他非常跳腳 非常批評 那有些大概不同意 最後 這一個江院長說 這一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樣看起來 這個規劃不行啦 所以叫歸零從女 幾個月前才歸零的 那把免稅來的都歸零了 歸零之後 我們那個環對減稅的政務官 已經下台離職了啦 那現在這個販賣出來 這個販賣出來 你看看 到了六年 到了五年多的時候 還要歸零從女 那現在 倉促 弄出來這個東西 會是好的嗎 一定會有很多問題 那這個是 先告訴大家說 我們需要很仔細的 他會有什麼問題 他的問題 實際上 有很多 我們從觀念上先來講 他一個觀念的問題就是 他認為自由經濟是好的 所以 就是要自由開放 所有都要開放 他是不是真的這樣想 老實說我不知道 因為從兩岸共同市場 一直變到現在的草案為止 變了好多次 很多東西都改掉了 萬變不離其中的部分 不是自由經濟 萬變不離其中 一直不變的 就是對中國的開放 我看這才是他們的爭議 因為 為什麼說這個不是自由呢 因為他現在 給特區的廠商 很多特權 而且 還有免稅的優惠 那免稅叫做自由嗎 別人要課稅 他不用課稅 這個叫做自由經濟嗎 這叫特權經濟 對不對 然後 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他現在這個條例裡面 到底誰可以進入自由經濟示範區 成為他所謂示範的產業 示範的廠商 叫示範事業 整個條文從頭到尾 有沒有說 什麼樣的條件 可以成為示範事業 告訴你 沒有 從頭到尾 只說 這一個 事業得下 主管機關申請 作為示範事業 換句話說 他不是一個法制 他完全是一個人質 不是誰都可以進去 而是 政府 允許你進去 作為示範事業 你就是 不允許你進去 你就得不到這個特權 所以這不叫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叫特權經濟示範區 所以我為什麼不對 因為 他不是真正自由 如果真正自由 是政府要定下一堆條件 明白定定條件 說符合這一些條件的廠商 可以到這裡來投資 符合哪一些條件的廠商 可以得到哪一些優先得到的特權 這才是法制 才是自由經濟 就是 rule by law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就是說完全一個在那裡 你符合條件 不管張山理事 符合條件就可以來 符合條件就不能來 而不是由政府來決定 哪個產業可以來 哪個廠商可以來 但是現在的條件 通通是政府在做決定 這是特權 不叫自由 那這一個 何況 自由是不是好呢 很多學經濟學 學半調子的人 都以為經濟學主張 自由經濟是最好的 我學經濟學已經快五十年了 也當過台大經濟系主任 也教過好多課 那我可以跟大家保證 經濟學從來沒有證明 自由放任是最好的 即使對自由放任的主張 也都是在一定的 遊戲規則之下的自由放任 而且即使在一定規則之下的 遊戲規則之下自由放任 經濟學能證明的 頂多是在符合某些複雜的條件的時候 那麼靜態自由競爭的均衡 是最有效益的 只有這一點 經濟學從來沒有證明 自由經濟可以帶給所有的人最高的福利 自由經濟學從來沒有證明 自由經濟可以讓經濟成長最快 從來沒有 不要像現在那些胡說八道的人 台灣經濟會弱到今天 經濟學家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責任 就是一對經濟學家在那裡講說 自由放任就是最好的 自由放任是對某一些資本家最好 不是對國家最好 搞清楚 但是呢 當我們來批評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的時候 我們大官這樣說 說這些 反對自由開放的人 比中國70年代的那些左派分子還要可惡 用這樣的話 而不是去講說你批評的哪一點到底對或不對 因為把自由放任當成義式形態當成宗教信領 然後對任何提出品的人 把它打成70年代的左派 幸好現在不是中國的70年代 不然我就被嚇放到烏魯木齊去了 這一個 那如果自由化 你這樣看 第六頁 如果 如果 如果自由化是對的 那為什麼政府不全變自由化 為什麼不通通化 為什麼要只有示範圖 而且只有一部分 實際上 自由化 不是最好的 那 就算要自由化 通常 我們如果不能夠全面自由化的話 所以逐步自由化 有四種逐步自由化的方式 一種是 逐步降低限制的程度 譬如說 關稅本來20% 降為15% 再降為10% 再降為6% 逐步的自由化 這個是 全世界最常用的 逐步做 你可以回出大問題 第二種做法 是只先對一部分 產業或企業自由化 再逐步擴大到其他產業 第三種做法 是只先對一部分地區 自由化 再擴及 所有的地區 第四種做法 是只對少數人 自由化 譬如說說一個租界 與外國人自由化 那麼我們的自由 經濟示範區的 做法就是第三 跟第四種自由化 第三跟第四種自由化 是會造成很大的不公平 很大的沒有效率 那第二種自由化 才是比較合理 而可以協助產業發展的 所以我才會主張說 我們不要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個條例 我們來改定一個 產業自由化的推動條例 一個產業 一個產業 來談要怎麼樣 優先給他的產業自由化 好 那麼 這一個 馬政府 採用地區的自由化 或特區 他讓區內 可以得到免稅 或僱用更多外國人的特權 那麼這對區外 還是會形成不公平競爭 那麼區外的廠商 如果打不過 那會形成或關門 這不只是不公平 這就表示 區內可能的投資 跟產業 跟交易的增加 其實有一部分 甚至全部 是取代區外的結果 那裡面的稅收 也是取代區外的 那去年 他們的規劃 去年 去年規劃 為了迴避這個批評 就提出一個說法 說前店後廠 只要有一個廠商 他在示範區申請成功 就取得示範區的特權 那麼他就可以在任何工業區開工廠 或者委託 別的工業區的工廠 來生產 那這樣時候 就不需要示範區 只要在那裡 申請成功就可以了 何必再誇獎做這個示範區 在外面也可以生產 甚至只要 弄一個虛擬的網站 在網站上登陸 那就可以了 所以 這樣罵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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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那 這一個 如果 大家都可以到示範區去 查個牌子 說是示範區的陳列 那實際上就怎麼全部開放 那如果只有某些特定 就現在條文講的 就是 自主管機關許可的 那就是特權 這個是去年的導致說 還不知道他要怎麼定 那今年他這一個 條文裡面說 這是主管機關核准 什麼條件都沒有講 這是主管機關核准 所以還是特權 有沒有 這個 對 以前 異象牛在台灣努力的企業 跟員工是不公平 你在台灣努力的 你現在沒有辦法進入特區 那 你得不到這些特區 這是不公平 那怎麼樣才能夠進入特區呢 我們的大官 在某一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說 要進入特區 必須找到海外投資的財源才算數 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錢都沒有遇到國外 你也沒有國外的朋友 那你沒有辦法進去 要有海外的財源 那這句話聽我是很不耍 我公開希望政府出來佛認 因為如果我佛認這一句話 要有海外來的財源才算數 那這個特區就是狗跟海岸的財源特區 你要那一些資金外投的人 或者外投的人才能進入 但是到今天 這是有一點可怕 那這一個 如果要這樣亂打的話 不如符合條件的產業跟企業 你就直接給它特區 明定一個條件 符合就給它 這樣反而比較合理 那我這樣批評 現在的條文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實際上的做法 在金融業的部會已經這樣做了 我們這一個自由經濟試算區的主辦的部會 一直要把金融納進去搞一些奇怪的東西 那但是最後金管會主張它的開放方式 不是在這個第五這個區裡面開放 金管會因應這個壓力 它目前對於合格的金融企業 開放了一些新的業務 那就是我講的各種方式 所以好啦有改啦 但是不承認 那不承認不認錯就會有其他的問題 如果 我為什麼會只主張 我們要以產業別來自由化 因為每一個產業或企業 可以得到 該自由化的 地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而且自由化之後 首要做的這個規範也不一樣 如果我們不是用地理特區 而是用產業別來做的話 那我們這一個就會有一個 這個產業要自由化 那到底什麼條件的廠商 可以給它自由化的優惠 然後需要再附加新的什麼樣的規範 都可以講清楚 為什麼要給好處 基於原來的限制是不對呢 或者基於經濟學家講的 什麼樣的外部利益 很清楚 政策一定要講清楚 道理 這個政策才不會偏差 那現在 所有東西糊裡糊塗 都混在一起的話 等於是不講道理的政策 那當然啦 你可以說 這一個 現在的規劃 已經有一點朝這個方向 比如說 在這一個目前送到立法院的朝案裡面 這個特區室和事業 已經不是像以前 兩種 以前只有一種 這樣混成兩種 那第一類就是要在實體園區裡面 然後第二類的就不需要在外面 也不需要在那個地理園區裡面 可是它現在的第二類也只限於服務業 各種服務業 只要政府主管機關說好 就可以成為室和事業 那已經朝向我講的 我過去的第一點 來愚鬥 就這一點 我是應該給他肯定 問題是 第一他現在 所謂第二類 只有服務業 製造業還是只能有第一類 沒有第二類 再來就是說 到底誰可以成為第一類第二類 到現在還是沒有講清楚 都沒有講 我們這個條例裡面 有把某一些產業 也列進來 譬如說國際醫療 教育 律師 管理師 建築師 這個明白列在條文裡面 但是其他的產業呢 其他的產業沒有列在條文裡面 其他的條文是 其他的產業是空白授權給主管機關 讓主管機關將來來訂定 他就要說 我們這個是一個非常奇怪的 這個法 第一我們先一國兩制 區內區外有不同的納稅跟其他的規範 這是不公平的一國兩制 好吧 就算在這一個區裡面也一國兩制 因為呢 有一些產業現在明定在條文裡面 是法制的 有其他的產業 將來可以不可以進去 由主管機關來決定 這個是人制的 一個國家如果知道這個樣子 是很奇怪的 所以我這裡具體的主張 就是所有的經濟學家其實都知道 自由化 如果要自由化 Deregulation 那一定要re-regulation 因為你本來的規定 即使不對 你要把它拿掉 拿掉之後 它有新的情勢出現 有新的問題出現 所以要有新的規範 是用新的規範 所以自由化是不斷的用新的更好的規範 去取代舊的不好的規範 那到底哪些舊的規範要拿掉 要建立哪些新的規範 我剛剛講的 每一個產業都不一樣 應該針對每一個產業 一一的來討論 但是 我們的政府現在不是這樣 我們政府現在蓋一個大的違章建築 這個違章建築大王條款 說只要被我政府官員認定 屬於示範區列的 屬於這個所謂區內產業的 那麼就可以享有特權 這個特權包括免稅 這本來都是法律規定的權利 它現在用這個霸為條款 將來只要政府官員說可以的 就可以取得這個特權 取得這個自由化 於是呢 我們會對一些不該自由化的 陳列 給它不必要的自由化 而更嚴重的是 這個自由化之後 要有的新的規範 我們通通沒有 譬如說 我們來看 下個禮拜要談的醫療一 醫療開放國際醫療的自由化 目的何在 老實說政府到現在都沒有講清楚 但是不管目的何在 人民很關心的是 這個自由化之後 會不會變成 我們一般人民要看病找不到好醫生 會不會我們要付出很高的代價 會不會有人借著特區裡面 這種所謂用國際醫療治療來經營的 卻佔用了我們用全民的錢買來的各種醫療資源 訓練出來的這些醫生 吃了我們健保的 用健保的成本去那邊賺錢 我們擔心的是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我剛才講的 你即使要有國際醫療要自由化 你要有re-regulation 所有這些東西 新的規範要定天氣 如果你這個機構你要幹國際醫療 你這個醫生要做國際醫療 那麼在原來的這一部分 你要有什麼義務要做什麼事都要定清楚 我們現在沒有 一點點都沒有定 台下要開放大學設立 大家都我們大學都已經開通了 現在要開放外國來設立 那外國來設立還有特權 問題是他設立之後 他的監禮你怎麼管 怎麼樣給國內的人民公平的待遇 裡面有沒有規範 通通沒業 所以又將一個大合一張建築 給一些特權 給那一些由政府官員 依照他們的自由意志 從這裡來看叫做自由 應該是關聯自由意志示範區的話 他們要怎麼搞掉怎麼搞不好 這個會對國家造成很大的差 實際上會培養很多的特權 台灣人民不是團隊自由化 台灣人民被自由化 只要合理 你想說他現在特區 要放更多白領階級 問題特區這些產業 有的要更多白領 有的需要嗎 譬如說特區裡面 有一種業務 就是外國產品來存放在我們特區 要再賣出去 或者簡單加工再賣出去 這種東西需要外國白領嗎 但是他現在一併開放 台灣人民反對自由化嗎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外國白領 我們台灣有一個產業 用非常高比例的外國白領 大家都知道也沒有人反對 哪個產業 我們那些語言訓練班 那些英文班 通通是外國人在教 大家都知道有沒有人抗議 你用台灣人教才會被抗議 用印度人教都被抗議 所以台灣人民不是不能接受自由化 你這個自由化合理的大家都會接受 就像我們那一些語言補習班 都用外國人 大家不抗議一樣 如果你放的外國白領是合理的話 大家都會同意 但是現在搞在裡面 什麼產業 只要進入裡面 都會用更多外國白領 這是什麼政策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淺層加工 讓我們整個加工 那個是我們台灣要的產業嗎 那本來不是我們台灣要的產業 但是告訴大家 這一個條例裡面 要給那種淺層加工 免營利失業所得稅 不只免出口的營利失業所得稅 內銷不超過百合之十的部分 也免營利失業所得稅 一個國家這樣獎勵這種產業 實際上自由經濟失業所得稅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掛了狗頭叫做自由化 它實際要做的是對中國大陸開放 然後有一些人又偷渡在裡面 要做產業政策 要發展某些產業 給那些產業優惠 正是相對馬路的平息 這個東西只能一個產業一個產業來做捲頭 絕對不是蓋一個大維章建築說 只要擠了一個維章建築的 就通通可以得到這些東西 所以我反對這個條例 我希望他們 既然全美軍聽了那麼多我的話 拜託他們不再聽一次 不要這個條例 改定產業 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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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自由化推動 然後 那個條例要定什麼 那個條例就是 要定說 我們任何產業 如果覺得他受到不恰當的規劃 要求自由化的話 我們有一個程序 讓他主動提出 或讓主管機關來提出 然後 立法院行政院跟社會各界 來討論這個產業 他需要的是什麼自由化 這個自由化需要什麼配套條件 要什麼 re-regulation 要從這個產業裡面 符合哪些條件的產商 才可以得到這一些優先的自由化 我們應該來定一個條例 規範這種推動治療化的程序步驟 這才是一種合理的政策 謝謝大家 謝謝 也謝謝陳教授 非常宏觀精闢的講演 那接下去 我們邀請施教授 施俊錡施教授 幫我們講演 有一次我拘捕他們人家 選舉駐見 投票前一天晚上 那我上台講 等下要講15分鐘 講了15分鐘 台下不知道你們說 下一個人沒有來 請繼續講 然後再講了20分鐘 開比說 下一個人沒有來 要繼續講 我講了將近2個小時 我們還有三個人沒來 你看不到 其實我們在台上 不管是陳教授、施教授 每一位都有能力 而且經常都會講 四個小時以上 但是因為 我們本來邀請這些教授 因為時間上的安排 所以我們先 有40分鐘的講的規劃 但是呢 我們會斟酌實際的狀況 會調整 經濟學是很自由的 謝謝 主持人 主持人李教授 陳老師 鄭主任 各位貴賓好 非常謝謝 台大經濟系 台大公共經濟研究中心 還有委員社 主辦這次的座談會 我如果講不下去的時候 我就會比手時 跟陳老師說 我快要講不下去 你可以準備再講半個小時 我準備了一個簡單的PowerPoint 那 我也就跟各位一起來分享 我對這個 自由經濟示範區 特別條例的一些 研究觀察 等一些新的 首先我們想要來看的是 一個問題 第一個 自軍區條例 是核准類型的產業政策 那這裡有個副標題 它是心探式 眼紅式 還是缺少沒落式 其實這幾個名詞 不是我發明的 我發明的話 會讓它比較對稱 這看起來就是人家來開玩笑 因為確實沒有錯 因為它就是我們 管中民主委 在進入政府機關服務以前 他曾經嘲諷過去的產業政策 而且他將這些產業政策 分成三種類型 那第一個類型就叫做心探型 然後呢 他給心探型做一個定義 他說 就是想要去發掘那些新興的 而且看起來具有產值潛力的明星產業 他說這一型叫做心探型 然後第二類型呢 他說叫眼紅型 就是過去台灣沒有做過這一型的產業 但是因為看看周邊的國家 別人做得很好 他就很想要去模仿那些產業 那這種產業呢 想要發展這種產業 這叫眼紅型的產業 那第三個名字 莫名其妙 不知道他從哪裡來 也不知道他將要到哪裡去 那種產業 他稱他叫缺少沒有落式 那為了表示說 我絕對不是在意他的招 所以我看到這個東西 他事實上是在工藏時報的社會 2011年12月7日 每個社會 所謂是1月4日 而且他也同時說過一件事 反主委他說 他說以前的政府 事實上都指的是馬政府執政以後 他說在這種三種思維之下 過去的產業規劃 從來沒有觸及過關鍵性技術的建立 他也從來沒有考慮通路 沒有考慮品牌 沒有考慮市場 更嚴重的是他根本就沒有考慮社會跟就業 所以他說將來啊 這一些產業的規劃 不知道改變的話 當再一次像我們遇到2008年 2009年的那一種金融筆跡的時候 過去產業他所面臨的那種困境 他恐怕會一戰一戰發生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 很了解的是 的確 管州民主委批評人 真的非常欺負 這一陣間行 但是現在可能我們就請 國怕會要轉身看看自己 看看自己 所提出來的這一次 在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的產業政策 是什麼樣子 國怕會他強調說 自由經濟的條例要發展五種產業 這不是我手上的這個 國怕會的一個 資金區的一個說明 跟所有的講話 這些呢 比較熟悉這個條例的人 有五個產業 第一個叫做智慧物料 什麼是智慧物料 就是包含一下鄭老師剛剛所說的 就是說 以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做為一個集貨的中心 那把貨入運到這兒來 這來的可能是SKII的一些化妝品 那將來這些化妝品呢 你可能要因應亞洲各個同地區的需求 再從這個示範區裡面 運往可能有到中國 可能有到香港 有到馬來西亞 有到新加坡 它是個集散的地方 做一個logistic的地方 那它真的叫做智慧物料 像這一類的 那這一類的呢 它的這些貨 當然有些部分 可能是要進台灣 但是它就說 你只要內銷 不超過百分之十的話 那它是A名 營利事業所得罪 那鄭老師剛剛也有講到過說 欸 這些東西可以免稅 不能免稅 是不是只對外國有鬼 是的 你看自由經濟貿易區條例的第四十二條的部分 它就講說 你的資金如果來自國外 或者是來自中國大陸 那你所賺到的那一些營利事業 所得稅是可以免除的 但是它並沒有講說 國內的資金的投資 也可以免稅的待遇 這我等一下再說 這我得多加一個互助 我們回到它要發展的五個產業 這五個產業裡面 第一個呢 就是智慧物理 第二個呢 是國際健康 國際健康呢 就是說 要在台灣開一些醫院 這些醫院基本上呢 他不收健保的費用 他收的費用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呢 他就想要怎麼 能夠吸引到一些國外的一些病人 那這些病人來到台灣之後呢 那可能有兼觀光 那可能有兼一些醫療 這些醫療可能是醫美 這些醫療可能是一些 這一些其他的健康檢查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三個是農業家 那等一下教授會 跟我們開始說農業房子 跟我們多說 然後才有金融服務 最後有做教育創新 那這個教育創新呢 其實是講的 要給他評分 抹粉也足止 講的非常的誇張 教育創新 其實他就是要開放一些 國外的知名的大學 來台灣呢 可能設了一些EA的班 那然後呢 就把一些大學法裡面 對於原來大學的一些管制解除掉 比方說我們原來可能大學 就是學雜隊可能要受教育部的管制 我們可能聘請的這些教授 這些可能有一些他基本的一些 人力 教育程度 或者是一些資格的一些規定 那也許呢可能對學校裡面 教育部可以管制 那應該要有幾個機構 他把這些管制全部拿掉 命力把碼拿掉去 那他就讓他 讓這些教育可以完全變成學店 盈利為最大標的一個學店 這樣 好 那他生他叫做教育中心 那我們事實上 簡單的來看一下這幾個行業 五個他所強調的這個產業 用管制會自己的標準來看 它是什麼行業 我看那個智慧護流 它是屬於一種心探型 就是以前在台灣 大概沒有這些產業 那所以呢他就想說 外國的名牌我們也來台灣 作為一個這個發貨的中心 這個東西呢很可能就是 上海特區 電力特區 有些相近的地方 所以才會發展這個 那第二個 國際健康 各位如果有看這一期 就是這個禮拜 上個禮拜五發行的 Economics的經濟學院 剛剛有一個特別的登場 他在報導國際醫療 他就特別講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泰國 甚至印度 都在做國際醫療 而且這些國際醫療 大家做的都很賺錢 不過呢也產生許多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醫療產生一些階級化 我們農業 我們的消費者要使用 那你這個不是跟你 要加入TPP先手先換 有點矛盾嗎 所以他這樣怎麼做 我們當然就會去解釋 我們區域 加入區域貿易局 開放的農產品 真的是要進來做實體加工嗎 其實當然不是這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一個更誇張 就是剛剛司導師有講到 就是在國際醫療裡面 有47條的野生動物的 這一個所謂的速度輸出跟買賣 後來有修正成觀賞率 加入TPP裡面 有一個非常嚴格的規定 就是按照美國的貿易代表署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 Green Paper Conservation 就是綠色的白皮書裡面 要求加入TPP的所有會員國 你覺得不能隨便的 去所謂的買賣野生動物 我們47條定成這樣 那這樣不是表示說 你說要加入 為了加入TPP 可是你的條例 是訂了一個回碗 加入TPP的這一個 所以我們就感覺 他這樣的手法會不會 第二個 我們真的是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技術 然後到世界的市場 去創造我們的食品大國嗎 其實這個會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 農產品是非常笨重 體積龐大 單位價值低 我們有可能大老遠的 從國外進口農產品 然後在台灣加工完之後再出去 我最簡單的例子 紐西蘭 紐西蘭的乳製品 當然就是在紐西蘭裡面自己生產完 用牛奶生產完之後 乳製品單位價格比較高 就出售到其他世界國家 我們難道會大老遠的進口 這樣的一個牛奶到台灣 再來生產乳製品再出去嗎 所以基本上 我給各位看的就是 因為那個簡報資料已經有 就是說 基本的食品大廠的那些國家 它的一個加工點跟原料的來源點 基本上是在同一個地點 比如說你會發現說 美國很有名的那些的果汁大廠 或者是蓄產品大廠 都是在它的一個自己的國家裡面 這是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他說我們可以去從我們的那個 所謂的整個的食品加工的外銷的市場 其實我們剛好會有一個總體資料 在這裡先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的食品加工產值 一年大概六千億 那國內的需求大概就有八成多 我們大概只有十二%是出口的 那出口是哪些產品 你看比如說我們的花生油 我們一年出口大概一百多公佈而已 我們的價格是大概六十五塊 遠高於其他這些國家的價格 那其他國家的這個量 所以基本上其實我們 因為不是主要的原料 農業生產大國的時候 在食品的部分大概是比較難的 花生油是這樣 煤乾也是這樣 你看那個出口量跟它的單價 因為價格太高 但我們的出口量就會 沒辦法那麼多 那所以你看番茄醬也是 我們要計335公噸 中國一年出口 一百多公噸 但是我告訴各位 那個中國的番茄出口價格 大概好像是十三塊 我們的產業價格大概是三十五塊 未來番茄醬 番茄 我們可以從中國進口 我們生產完番茄醬以後 那你內外銷 你知道的是本IT的番茄醬 但是那個番茄從哪裡來 很明顯的 各位可以去看這個數字 就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一些 基本的數字 那我想就是有先收明這樣的一個情景 其實我還忘了收明一個最根本的 就是 設計這個農業價值 是不了解農業特性 裡面它把茶 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可是茶 我們只有生產一萬五千多公噸 我們大概也有一萬多公頃 其實我們茶的生產面積是 逐年的減少 是因為適合生產茶的那個 這個土地 尤其是大部分都在山坡地 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適合 今天如果我們要掛台灣的 anmighty的茶 出去 國際市場的話 如果是充量的話 假設它量充出來 國內沒辦法生產 為什麼 找不到更合適的產地來生產茶 結果一定是從國外 那這樣的話其實是不對的 你應該是說這個茶葉 你可能是把它的單價 比如說 一公斤五百塊 變一千塊 這樣的一個對茶的這個產值 才是一個提升 所以基本上 它設計這個農業價值的思考概念 它是把跟工業的生產方式一樣 它沒有考慮到台灣農業本身 其實你的土地的資源本來就有限了 所以茶葉就是一個特色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們待會也會講到茶 中國的茶葉出國價格九十塊 一年出國三十幾萬公噸 我們只有一萬五千多公噸 那將來茶 如果今天裡面 你叫做實質轉型以後 有見過每公斤九十塊的茶 然後 因為裡面包裝配合很漂亮 那超過比如說 三十五百分的加工成本 那你就可以掛台灣的茶 給你台灣 那在外商的時候 將會不會衝擊本來我們的茶 有在外銷的那一個市場 當然會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大概有關農業價值的基本概念的說明 第一個 跟各位這裡做報告 那第二個 我們就把自由經濟示範區裡面 條例會影響台灣農業的人 在這裡跟各位做說明 第一個就是四十二條 這個條例裡面寫的 讓我們看起來非常的辛苦 這個當然問了很多的律師 包括 在中牆 或是一些民主平台的律師 他是說 四十二條 他是說 只要第一類的失望失業孤兒 一跟二的這個條件 他就可以輸入 輸入什麼 紅色的這個 其實台灣地區跟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 跟兩岸的 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第三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 未允許輸入的大陸地區物品 意思是說你只要進來做第一項 比如說 加工 或是儲存測試 或是第二個 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輸入 三十五條 第二三項規定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 第三十五條 第三項規定 就是我們現在對中國管制的 兩千多項的工廠品 百萬五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只要進來做 比如說 不管是跟我講農業 說我是針對農業部分 跟市民加工 只要做加工的 你就可以讓八百三十項的農產品進來 這個是四十二條的前半段的說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 在第二項裡面 這是第一項 第二項裡面 他說 這個物品 當然儲經管理機關 核准暴裏 花費金加工陰網 而遵許輸入之物品 你就可以輸入客稅區或保稅區 那按照第四三條規定 你還可以運回四萬區 或是群出外銷 看完這個 它的百萬維就是這樣 如果生產完出來的產品 食品 因為你是進口農產品當原料 生產完產品就是食品加工品 如果是屬於剛剛的兩千多項的管制產品 你就是只能外銷 你如果是上不是兩千多項的管制產品 你是可以 當然你也可以外銷 但是你也可以內銷 所以這個就是第四十二條的這一個條例 我這樣講好像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都比較喜歡用這個圖形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花生是屬於八百三十項的管制產品 所以你現在四十二條可以讓他進來 對不對 那花生可以生產什麼 花生可以生產的可多了 花生油 花生粉 沙茶醬 那花生醬都是用花生做的 那比如說如果花生來生產花生油 花生油剛好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裡面的第三十五項 第三條規定裡面是管制品 所以他只能外銷 可是如果花生生產的花生醬 花生醬不是兩千多項的管制產品 所以他可以內銷也可以外銷 這個就是剛剛四十二條的這個第二項的規定 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講清楚 因為這個確定以後後面我才能繼續分析說他可能的理想 所以四十二條就很明顯 其實就剛剛陳老師有一點 這個連續波同 台語講的很好聽的 如果你在台語看看到說 只要運輸出外銷 但是實際上他只要加工程 可以進出的項目 他就可以進出的項目 所以實際上透過一個加工 所以他們應該是講農委會主委 他就講說 因為這個建設到馬英九的政治承諾 他說他任內不會開放830項農產品 所以他說沒有開放這一條沒有開放對中國管制的830項農產品 進來國內 進來國內市場 我就想說怎麼會沒有 他後來說是進來自清區 自清區不在國內市場 可是我想這裡很多都是經濟系的同學 我們國內市場就有上中下游 上游就是農產品當原料 生存來食品加工 發生這樣就明明有進來國內市場 所以這句話的白話 我覺得要真正的釐清應該是說 沒有讓830項的農產品 進來國內的農產品市場 但是這個農產品生產完的食品加工品 如果是會管制 本來就是進國的 他就可以進來國內市場 管制的就是到國外市場 這個講得怎麼樣 對不起 這個就是四舌鳥的這一個部分 那 因此我們當然就是把所有的農產品 跟食品加工品 2000多項要一個一個去對照 這個怎麼對照呢 不只是要對照農產品跟食品加工 還要對照比如說稻米 它可以生產 或米的話可以生產很多 你任何吃的米粉 那個壽司 什麼都是跟米有關的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去把它對照 所以我們以下的這些 2000多項的管制產品 在這裡就給各位參考 這是第一個 那 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我們剛剛講的都是在講 對四舌鳥是針對它管制的 其實我大概要講38口的時候 就是會管制 會管制的意思就是 LVTO加入之後 對中國已開放出了830項 或是全球已開放進來的農產品 叫會管制的 他一樣可以進來自機區 所以他生產完之後 看他是生產 譬如說櫻桃就可以進來 生桃櫻桃酒 那你就是要外銷 如果是櫻桃乾 你就可以內銷跟外銷 所以我們這個影響 不是只有針對中國管制的部分 還有包括全球會管制的部分 所以 那這個部分在哪裡呢 就是在 剛剛施老師有講到 第四章第五章 減稅再減稅 那第38條裡面 就是有一個免徵關稅的部分 那這個免徵關稅的部分 這個也是 那中蔣律師不斷強調說 這個可能是一個 所謂的 開 不貿貨貿的一個貨門 就是 他針對只要進來地利 示範區所輸入的 各種貨物跟自由機器設備 免徵關稅 那這是一個零關稅 那 所以趕到這個零關稅 我們就會發現說 這當然是包括 輸入的農產品 進來做食品加工用 我們就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 全世界有農業生產的國家 裡面 我們自己主動去開放 給中國跟全球農產品 而且是財品關稅的 就只有我們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像譬如說日本跟美國 因為還在談的話 進入TPP最後的那一個程序 就是因為農業談判 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們主動的是領完 所以這第一點說明 第二個 就是在38條的第二項行 這個會有疑問 他到現在都沒有說明 他說第一類示範 未稅的貨物 輸往課稅區的時候 其實百萬五就是 剛剛那個會管制輸入進來國內市場的時候 那輸出到國外是免徵關稅 我想輸出到國外免徵關稅 就是我進口發生 我就給你零關稅 生產完發生 因為是要外銷 所以才可以零關稅 但是我如果生產發生價 你可以內銷 內銷就是輸往課稅區 所以這時候 你要依進口貨物相關規定 課徵前向稅會 你知道這一句話 那寫得不是很清楚 為什麼 2002年 我想各位知道 我們加入LKTO以後 其實已經大部分都開放 但是農業的部分 我們還是有 二三十項的敏感性的農產品 是保護處 所謂保護處 就是用關稅配額的方式保護 那我想各位知道 關稅配額就是 配額內低關稅 配額外高關稅 所以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發生來講 發生就是關稅配額 那你現在輸進來之後的數量 一定會超過配額數量 因為我們沒有對中國開放的時候 我們對全球開放的配額量 都已經將近配額了 所以你輸入至今區以後的數量 超過配額的時候 如果生產發生價 因為是運輸到課稅區內 就運到內銷 所以要給你課稅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你是課配額那個零關稅 理論上應該是要配 配額外的高關稅吧 因為你是照顧配額 可是他說沒有 他認為說 應該是課配額內低關稅 如果這樣的話 讓我們2002年所有的談判 的努力 那時候為了保護農業的 一些敏感性產品 你就完全失守了 這個比交易LWTO的影響還更嚴重 所以他從來沒有回答說 你的課增前項稅位 是不是要堅持在LWTO家庫底下 課增所謂的配額外的高關稅 這是有關38條第二項的問題 更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個後來是 我們的農業總談判代表 就是我們在談各種 例如TO或是貿易自由 每個部門都有一個總談判代表 這是農業的總談判代表 他Email給我的 他說話 其實這個實際是 你看我們去看所有的 我想邱琳老師也知道說 在所有的FTA的談判裡面 雖然可能在第一階段 比如說切除完 額連大部分的商品 會是立即零關稅 可是有很多的農產品 它是會分7成零關稅 每含就是一個例子 美國跟韓國籤 就是去年生效以後 它的豬肉跟雞肉 不是立即零關稅 四年後才零關稅 牛肉是15年才零關稅 甚至還有很多都是關稅 就很保護的 所以它的FTA的 其實也要加入TPP 大部分的農產品 也不是立即零關稅 至今區 那個零關稅是一步到位 只要立法院的條例通過了 我們就立即實施 那這樣的影響 當然會比所謂的貿易自由化的影響 還更嚴重 那這個是有關38條的這個部分 那33條 我不好好寫修正貨的版本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至今區 就剛剛我們兩位老師所講 他條例主動的在條片 他從去年3月出來之後 5月改 8月 10月改 到10月的時候還沒有教育 12月突然把教育改進去 然後12月省政院版本 完了之後送立法院 然後立法院在辦了公廠公定樂以後 後來環中民主委有針對相關的意見 那有做了修改 那這裡就是我講的 所謂的修正貨的版本就是 送立法院的版本還不是這一個 但是他們行政院已經有提 就是透過立法院 那會提動議 那這個叫做修正的版本 所以剛剛施老師有講土地徵收的部分 那就我知道他有E-mail給我們具體的 就是交碼土地 牽承到徵收的部分 全部排除或是刪除條例 那這是第一個 那在33條裡面 他有一個修正版本 其實修正版本是加了一個東西 叫灰農產品 那這個有加跟沒有加是一樣 他說這個綁農產品排除掉 那就沒有對農業影響 其實不是 各位如果去看這個33條 33條是什麼 是針對只要是這些 銀利事業的這些示範區的國內從事 貨物儲存或者是簡易加工 這兩個部分呢 那符合下列規定者 你當年的所得就可以免徵 銀利事業所得稅保 那因為我要特別針對 簡易加工的部分做說明 簡易加工有一個完整的意義 簡易加工的部分就是 你去修理或是加貼標籤 或是重新包裝改裝 這些叫做所謂的簡易的加工 那這個簡易加工裡面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 你如果出口全部外銷 你就是免律歉所得稅 如果第二點 你內銷 那你內銷的數量 沒有超過你當年度的10% 你就免律歷事業所得稅 如果有超過10% 超過的部分在科 這一個免律歷事業所得稅 所以這個10% 不是所謂的內銷限定10% 這個連那個順利群 那自己有講錯 是當年度的內銷數量佔 這個廠商的這種 銷售數量 包括外銷的數量 10%以內你是免徵所得稅的 但是你可以唸銷超過10% 只是超過的 要科所謂的移歷事業所得稅 這是第二條的部分 可是你知道嗎 他說排除農產品 完全銷售的非農產品 那我問你一個東西 食品是叫農產品還是叫食品 食品應該叫食品 這裡叫非農產品 你不可能進口農產品原料 然後再賣農產品 你應該是賣他的食品 所以你精神派出個灰農產品 還是一樣的沒有影響 那他說為了對 就是說有農業價值有意見的 他試出了3G 可是這個一點3G也都沒有 那這個 這裡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第41條 41條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因為為了快速通關 讓進來示範區的這些 經營市業的企業 他可以過敏 可以快速通關 他本來 紅色的 所以這個版本就是 我剛剛講的意思 他後來加了這個 紅色的資源 他本來啊 針對農產品的原料去檢驗 動之 房子裡面都不錯 他要全部比如說 不是說他要加入 可是其實加入只是條文的加入 你去問你的同委會 你一年花多少人力 花多少金會 再去抽取 我們已經進來的 所有的這些 中國的農產品 沒有啊 你去看那個 後來多難的事件 是國內的團體發現以後 才去禁止他的 不是因為你在 邊境抽驗的時候 阻擋完 所以你條文即使加入了這一些 說要去 就是將來進入志願區 還是會做些動物植物 化理檢驗 等等 但是問題是條例寫了 行政單位有沒有別的預算 跟人力 我們也是有將來的質疑 這是41條 那最後一條有關的叫47條 這是修正過的 我本來很想把修正潛的放進來 修正潛不叫野生官場水族動物啊 修正潛的條例就是說 第一類似犯事業 平律所需的野生動物啊 它是寫野生動物 它可以輸入 輸入就進口 可以輸出就出口 可以允許買賣 而且不受野保法的 24條 第二項的這個 申請資格規定 所以那時候的條例呢 讓台灣變成是一個 大概全世界最重要的國家 你允許一個野生動物 可以進出口 還可以買賣 那那時候在立法院 剛好專案審查的時候 陳寶基為了這個 來跟我跟裴衛 還有那種場吵架 他說沒有 他只做觀賞魚 我說不對 你那個條例寫在這裡 你的備註是在寫說 你要做觀賞魚 可是條例通過是在講野生動物 後來是因為他知道 如果不敢 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就違反加入TPP的那些規定 所以管中民後來就有請他 一定要修改 所以他修改成野生的觀賞魚 野生觀賞魚是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針對一個特殊的 一個野生的動物 然後你要在條例裡面立完 那這個是41條的部分 那我今天大概把這個條例 就是跟農業價值有關的 42、38、33、41、47的 五個條例大概跟各位做說明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就會嘗試說 假設還沒有統計數字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說 那就我們選的理論 大概會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那一個 因為條例裡面是不是就是 開放對管制的中國 包括生產農產品進來 這是第一點 這個很清楚 第二個 為管制的中國農產品 或是其他的國家的農產品 都可以進來 而且是只要出國 生產完出國 你就是零關稅進來 我想這是條例裡面的說明 這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接下來我們就會在一個事實的陳述 你進來之後你就要有實質轉型 那你就可以掛MIT 不管你內銷或外銷都會掛MIT 所以我們現在就會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這樣的話它會不會排擠掉 我們本來就是已經有外銷的 食品加工點或MIT的 比如花生油 我們有用我們的花生 那生產花生油到其他的國家 我現在廠商一樣要生產花生油到這些國家 我可能就不會用國內的花生 而是用所謂的進口原料 這樣是不是就排擠掉了那些 就是說如果全數外銷的 你是不是就會排擠掉 我們本來就外銷的食品加工點 你排擠掉以後 你當然就會影響到 對國內的農產品原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那你如果內銷 那你衝擊更大 所以我們就要看說你內銷的產品有哪些 所以這個是基本上的一個思考邏輯 那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就是底下不好意思 就是用一些相關的統計數字 跟各位多分享 那這個就是我們去你所講的東西 你看紅豆對方出貨價格28塊 查對方的出貨價格90塊 那我們產季價格450塊 然後查一年它出貨320幾萬公噸 查你知道嗎 你這樣包裝的那個盒子 那麼漂亮一點 你可能就會超過十支轉型 那我就可以畫台灣的製的茶 做的茶的原料是都活進來的 那這樣我們當然會問說 其實不只是傷害到農民 你還傷害到消費者的食品健康 那你看番茄 剛好不是14塊 我講說是15塊是14塊 那番茄可以做很多啊 番茄價 那這些東西 我們還有名單 應該是幾個特殊客家鄉鎮的一個特殊產品 那這個大概多位可能收一下 那這個已經對方自有的跳過去了 那這個 這個我們只是把各個農產品 那本來是要把它產值跟它架工比例 跟它的架工的這一個產品一一的去對 然後這個非常複雜 為什麼複雜 我就講這個花生降的故事 之所以複雜是因為 我們要了解一個產品出來 它的supply裡面的flow 你這個如果沒有辦法了解的時候 就沒辦法了解說到底有多少影響 那為什麼要講花生降 因為我要把所有的產品 第一個講的話 那就是要一個一個去盤點 那不到一個總體的數字 那我們怎麼去盤點呢 花生降是這樣 然後我會說 其實我們就是讓 他說我們已經 他說我們已經進口 中國的花生降進來了 所以 我們為什麼要讓它進口花生降進來 我們為什麼不進口它的花生 由我們的廠商生產花生降 再賣到國內 這句話的前提就是 如果我們國內的消費者 吃的花生降都是進口的 就是成員 可是如果由我們自己的廠商 有用自己的花生生產花生降 這不是就不成員吧 因為你就會受影響 所以你看看 我第一個 要問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我們台灣消費者 吃的花生降 全部都進口嗎 還是有我們自己的廠商 用花生來生產 如果是全部進口 這個浙金區的潛力裡面 廠商生產進口國外的花生 廠商生產花生降 不管內銷外銷 就不會對農業有影響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本來就沒有拿來生產 可是實際上是有 你看我們一年的花生產量 五萬六千多公噸 就是在我們中部的這些產區 那進口量就是一萬四 這個就是在官社表底下的那個數量 那一萬四裡面 從中國大概有五千多公噸 這個是基礎資料 到底有多少去做花生降 這個是盟委會裡面的貨幣 兩千零六 他說你零六太舊了 可能實在找不出更新的 但是他說 可不可以就是 可不可以就是 這個硬幣裡面 像是看著要做 不是我們做的 那 他的光用數字就是說 有六個之一座花生降 然後一斤 這是一台斤的花生降 可以產生七百公克的 一斤的 一台斤的花生 可以磨成七百公克的花生降 因為你會有一些添加物 所以換算起來會比較多 所以國內就會生產多少 你把這個產量 乘上換算的比率 我們就會有生產 一萬一千多多公噸的花生降 自己國內生產 都有這麼多 我問了剛剛講 這個西圖湖越是 1900最喜歡吃的 因為他們在拿著他的廣告 難道你西圖湖越 用的花生降 花生不是台灣人 當然是台灣人 所以 所以我們一年就會有生產 一萬一千多公噸的花生降 然後我們再去從關稅總局 發現 我們進口的花生降 是二千八百多公噸 其中有一千三百多公噸 是中國進來 如果這樣的話 那至少我們國內的 用國內的花生 來滿足國內需求的這個花生降 有八成是自己生產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就會啊 因為你將來 將來如果你是做花生降 我當然就是一定用比較便宜的原料 而且生產成本 食品加工裡面就要生產成本 不是原料成本 玩又火掛台灣製的花生降 那你到市場上去看 這也是台灣製的花生降 這也是台灣製的花生降 可是他不知道 小花姐不知道 原料到底 花生是哪一個國家多了呢 所以我們後來說 那你都要 其實這個是一定方面的結論 我們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 我們卑微的要求說 你掛MIT的關係 你告訴我們 原料來源不是哪 他說不行 那個 我們就是廠商 我們不能強制要求標示 那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講得到生降 農產品 你不要跳過去 農產品有300多項 你要每一下每一下去盤點 才是會影響多少 或者怎麼會影響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總體的資料 4700多項是農業的產值 這個是透過iPhone產業關聯表 主技術的去查出來 就是說 他做食品加工用 大概有三成七 就是說 很多的農產品不是生產出來 就拿來使用 像即使是使用玉米 很多也是去做加工 比如說去做玉米 讓他炒蛋這些東西 所以 基本上有37%是做食品加工 所以大概有1700多項 這1700多項 大概可以雙照出 我們剛剛講的 6000億的食品加工 那這些食品加工的產值 裡面 我們去把它 計算說 大概有12% 就是800億是外銷 其他5200億是內銷 所以基本上 我們食品加工的市場 還是在內銷市場 那你的800多億裡面呢 屬於管制的 管制我剛剛講的 2000多項的管制產品 那出口值大概724億 那規管制的 那大概是649億 這是一個總體資料 所以會怎麼影響 我們第一種影響 其實第一種跟第二種 是品科技來講 這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廠商用的原料 都是來自國外的 然後出口以後 你絕對會排擠掉 本來我們就是廠商用國內的原料出口 那這個不管是你是進口 比如說管制品生產的是管制食品 或者是進口是會管制 你生產的是管制食品 重點就是管制食品是管制的 你全部要外銷 所以你就會排擠掉 所以你就排擠掉這個720億 724億本來很多都是用國內 用產品當原料 那你這時候就會變成說 假生物的食品加工值 一樣724億 廠商大概就是一樣的產值 可是他用的原料就不是 來自國內的農產品 這時候會怎麼影響呢 我們就去把所有的 這一些的管制品 比如說你看蛋黃粉 冷凍蛋黃 這些每一個產品 他是用什麼 他就不用蛋 用農產品的原料 然後我們就去查它的出口值 然後再查它的一個加工比例 馬鈴薯 它的加工品 管制品 它的出口值 然後搶一個一個產品 把它找出來以後 以下就彼此類推 回不著 那個 所謂的 剛剛講的 出口的這個724億的產值 如果不再用國內的農產品當原料 換算成兩億的損失 就是會有所謂的216億這樣的影響 這是第一個的影響 第二個影響就是 進來內銷 也就是說 今天我們進口的時候 可能是管制的農產品 就是830項農產品 或者是會管制的農產品 它只要生產完是屬於 不是對中國管制的那兩千 一百多項產品 就是可以進口的 它就可以內銷 這時候你要內銷的時候 影響國內的農衛產值 要怎麼計算 我坦白講 這個 很有算 因為那個非常複雜 為什麼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 等一個產品進來之後 我們舉例 比如說 鐵玉米 鐵玉米罐頭 它的產值也不是這麼多 這個是 那個產業關聯表裡面的產值 我要你從裡面去 算出鐵玉米的罐頭 晚之後再去算 有多少比例 鐵玉米罐頭裡面 有多少比例是用鐵玉米 最後才能算出 鐵玉米的產值 會減少多少 那這個部分 你看來講 還沒有收完 因為那個 比例太穩長了 那這個我會認為 如果假設 所謂假設就是說 意思類推 這是所有的產品 假設就是 如果所有的原料 都不再是國內的 那最多就會變成 我們剛剛講 那些氣氛而已 但是因為我這樣假設 然後我就很生氣說 其實沒有那麼多 因為很多 其實是不會完全被踢倒 我同意絕對不會完全被踢倒 還是有少數的食品 消防衛生會用你的原料 所以會有多少 我也不清楚 但是至少會排行到 外面的這個兩百一十六億 但是有一個基本的 這個農業價值的成本效率 比較簡化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那這樣的農業價值 我們先不要說 對農業部門有損害 我們就說 對整體的經濟 到底有沒有 有沒有正面的影響 我們會認為說 就食品加工業而言 它頂多就是降低它的成本 它在國外的市場 就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你跟國外的其他大廠的部分 沒有競爭力 你是維持原來的那一個 所以你的產值根本來是維持原來 你是把你的成本降低 所以你獲取一些利益 可是農業部門 它就有屬次了 所以我覺得說 在整個經濟的這個角度而言 其實這個農業價值 可能不會對整個經濟 有這樣的一個具體的貢獻 那這個是題外話的 這個就是跟所謂的胡茂的結合 就是因為胡茂裡面 我們的通路有開放 所謂的倉圖批發到瓶壽 那這些都是採取完全的開放 所以這是通路的部分 那剛剛這間區生產的產品 是實體的貨品的部分 如果這兩個結合的話 它當然就很好玩 就是如果我們吃的番茄醬 我們馬鈴薯的那個chips 還有那個鎖泥 類似這種東西 透過他們的通路商 那都是掛MIT 但是原料呢 都會是類似中國的原料 那這個就是 為了這個 就是另外一種影響 可以把它看過去 那這個黃藝檢驗 當然更不用了 因為我們的紅藥產友的規定 我們細分到有150幾下 他們只有120一下 但是那些食品農產品 如果沒有做好原料的檢驗 直接做食品加工品 各種添加物流 你再回去檢驗 他有沒有人要殘留 我們檢驗不出來 那這個問題當然就定得中 那最後幾個問題 就是很快跟各位報告說 因為各位還沒拿 所以我在文中把它解釋 就是 鳳梨薯的例子 他一直講說 沒有啊 某一家不是中部很有名 就在我們隔壁的 他說他已經去 跟農民去做400公頃了 因為他現在在日本 他把鳳梨薯當金磚戰敗 黃金磚 所以說 你看這不是一個成功的案例嗎 可是這個是自經區條例還沒多過 自經區條例通過了 東南條的價格八塊 我們將近二十塊 那你會用誰的目標 這個當然也可以實驗 只是這個實驗下去 我都不知道到底 這是第一個情形 第二個 他說你不用擔心 他說 因為自經區剛剛 梁文老師有講到 那個區裡面的那一個 第一跟第二四萬事業 還有所謂的潛電貨草 那區到底什麼第一 都還有在討論的時候 他說我們不用緊張 我們只要830箱的農產品 進來以後 我們進到自經區 但是因為它可以規外加工 所以規外加工可以不用在區內 所以這些農產品 他都會做電子漲測的管理 那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我剛剛講說 一斤的花生 生產700公克的花生 我就問他說 一斤的花生生產多少公噸的花生油 每一家廠商生產不一樣 而且農產品 他可以跟你講說 我在運輸過程沒有損耗 你怎麼做管理 你要每一個產品去做管理 你可以確保這些農產品 不會有農到國內的市場 絕對會啦 因為政府絕對不是管理 你沒有辦法管理家 政府都在農產品 更何況 他生產管理的10米加工品 如果是管制產品 油花生油 他會真的是 就這樣的乖乖的 全部外銷 規外面銷 因為那個比例 每個廠商都說 它的配方是保密 所以這個是管理的部分 那這個我剛剛已經有講 那是會不會進入市場 這個面銷 我就把它跳過去 最重要的是說 他一直認為說 他要把別人做到 我們為什麼會反對 我們一直覺得說 若你可以做到 那對農業部門有利 因為你最後還是 都是用國外的輪料 所以其實 製外區裡面 他用一個農業家子 是一個非常得到的名詞 我後來才搞懂 他的農業定義裡面 是包含我們剛剛講的農業產值 4,700多億 加食品加工業有6,000億的產值 所以看不懂程度是 農業跟經濟的主吻 因為市民加工業是經濟不管的 所以通常會農業加持是耐度的 會有加值的 裡面其實 我們最後用建議 就是42等條例 我們建議直接刪除 那個刪除以後 其實很多的事情就比較容易 如果不刪除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要求說 很卑微的要求說 因為你市民加工業者 已經有租稅的減免跟土地區的 你可不可以用一個比例的 國內農產品 他說不行 因為這樣可以 共存人共存人 說不行 因為要有市場機制去決定 因為條例也沒辦法訂 比如訂了20%也有很多 可是這樣的話 他說在條例裡面 要設立一個叫做衛星農場 在資金區旁邊設立衛星農場 你可不可以用國內的農產品 你設立衛星農場 其實市民加工業者還是不會用 我說條例不三存沒關係 那訂比例也不要沒關係 最後我覺得 我們對台灣農產品還是有信心 所以我說 可不可以把農產品裡面 生產的市民加工品 你要標示原料來源果嗎 讓消費者去選擇嘛 就我剛剛講 他發生價 你要用台灣發生做的發生價 或是中國發生的發生價 只要資訊清楚就好 讓消費者選擇 他說不行 這個沒有這樣的規定 那最後我們說 可不可以全部外銷 不要有內銷 這個好像說 還要到實施 不要設置 這個怎麼樣 我說可不可以 因為裡面有些食品 國國農產品的那個 品質是不是很OK的 那我說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說 全部都外銷 那42條裡面 那就允許你可以內銷 那可以內銷 所以 我們最後只有一個建議 正當設定 其實我們不是說 一直故意要反對 這樣的一個政策 而說可不可以 創造一個農工雙銀 所謂農工雙銀 就是我們剛剛 有跟他舉很多例子 比如說像高雄 或是台南市政府 你是想要 積極的爭取 自由經濟市販區 那你會有 假設有一個加工 市民加工他進來 那你的鳳梨 就是先用高雄到樹的鳳梨 或是台南光票的鳳梨 用不夠了 你再進口 這不是一種 所謂的農工雙銀嗎 那這個已經有很多的例子 金門高粱酒裡面的高粱 金門所有的高粱 和金門高粱酒 使用也只有佔5% 不過其實它95% 都是從國外進口 這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我們希望說 農業價值的部分 自治區是可以做 這樣的一個修改 不好意思 這個時間有點超短 那就讓你那招 可以來做簡單的報告 謝謝 謝謝吉祥陳老師 對於農業有問題 方面所做的 這些詳細的禪述 那現在我們第一輪 大致上已經聽過 那蔡平衛蔡老師 可能還在路上有些事情 那我想這個模仿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這個評論 等一下順便也就是第二輪 也就是說在我們歡迎各位來賓 今天針對上述 或是針對這個議題 提出各位的有些疑問 要來請教我們台上 上海老師專家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求 就是提名的時候先說明說 您的姓名 大概在什麼地方服務等等 我想我們現在這個 第二階段的時間開始 那順便我們台上 陳老師 兩位陳老師 而且針對相關的議題 在做更詳細的發揮 我們現在開始請 請 你好我是臥草的余昌 我們是在臥草公司工作 那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當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推過一個 自由港區的一個 示範區的一個 類似的政策 那這個政策 後來好像被人勾病說 這個東西是有問題的 然後達不到效果 那為什麼這樣的一個 自由港區的一個 特別條例會造成 這種沒有後果 沒有效果的這個後果呢 那我們也想請問一下 就是這種狀況 會不會發生在 資金區上面 這樣子 這個問題是不是 其實台灣經濟 一路都相當自由 越來越自由 那我們 最早用這種特區方式 來推動的自由化就是 架工出口區 那因為我們有很多產品 是進口原料 然後架工再出口 那我們設架工出口區 當時的自由化 就是讓這些廠商進來的原料 不必納稅再退稅 那也省掉很多的行政手續 所以架工出口區是相當成功的 那麼架工出口區之後 然後我們針對科學園區 其實也有一些自由化 科學園區主要的自由化 就是很多行政障礙 那我們在科學園區裡面 就給他免掉 讓他自己管地方政府的手 不要伸進去 那這個也得到一些方便 然後呢 可以繼續再自由化的東西 本來就不多了 可是呢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民間企業界有一個很強的壓力 想要得到說比較多的外勞 所以有一個建議 希望有一個外勞的特區 那樣的政治壓力 我們認得不恰大 因為在開放更多外勞 在特區裡面對區外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 當時的企業家還主張說 在特區裡面的外勞 就不受最低工資的管制 那 我跟河門業區 跟某一個特大牌的企業家 談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問他說 那區內的這個特區裡面的外勞 限制不受最低工資管制就比較低嘛 那區外比較高嘛 那外勞一定想逃跑到區外 那怎麼辦 那個大企業家就說 那你就抓一個圍牆 像萬里長城這樣把它圍起來 那 萬里長城還會爬啊 要怎麼管理 他說當然是政府來管理 換句話說 廠商完全站在自己的利益 那 這個造成的不公平 造成的行政承軟 我們剛剛沒有辦法接受 那 那時候 再評估說 除了 架工區跟 這一個 科學園區我們所 已經做的這種特區的自由化做 還能夠再多做什麼 那 於是當時 就想到說 可以再 多一點點 實在不多了 可以再多做的實在不多 那 這個自由貿易港區 就是再多那麼一點 一點點自由化 希望說 有一些淺誠的架工 一些東西可以做 可是呢 這個自由貿易港區的條例 在立法院的時候 那麼立法委員 加了一個很特別的條款 就是 這個原住民條款 原住民的比率 比在區外 通常特區是有特權的 但是那邊就特區 用更大的義務 他要用3%的原住民 所以他都常常覺得 對他來講 各個很困難 有時候不容易找到人 那 本來自由貿易港區 就沒有很多的東西可以做 然後 這一個 又加了那個條件 所以自由貿易港區 其實 並 不太成功 那 中間比較能做的 可能是在機場 那一部分 但是因為種種原因 在機場的建設 一直延長 那 現在要來做 自由經濟示範區 其實也就是 回到那個老問題 就是說 我們到底 還有哪一些東西 我們不夠自由 必須把它自由化的 那 真正來講 就是那種東西 不多 特別是全面性自由化的東西 幾乎沒有 現在真正需要再自由化的 可以考慮再自由化的 我剛剛講 通常是針對特定的產業 所以我們要反對 所以我們這樣一個 用地理區圍起來 要對一般產業來做自由化的 因為那個必要性已經很低 但是政府為什麼堅持要做 那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政府被來被去 我剛剛講萬倍不理其中 其實它的目的就是要開放中國產品盡頭 這是我們還沒有自由化 最大的一部分 不管在自由貿易港區 在科學園區 在加工出口區 這裡面都會還有一點限制 那它甚至要全部把它化掉 所以是這樣 那 如果只化這一部分 那就明白怎麼只化這一部分 其他部分的自由化 看來其實是沒有什麼必要用這樣一個特區 那至於說 中國產品的進口 那本來是馬總統的政治承諾 說絕不開放的 那貝德花要開放 我覺得這個是誠信的問題 至於說對台灣的衝擊 不想當的衝擊都 叫做講了很多 真正去評估衝擊 是不想的 不是像他們講的時候要衝擊 好 好 那謝謝陳老師的回應 那接著我們來請施老師 那接下去了 我們現在才會蔡老師到場 那我們待會兒 這個施老師回應完了 再請蔡老師 自由感區是 就是我剛才在做演講的 本來就是想要講的 那我很謝謝沃曹提出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有很長的時間來給他 好 第一個 台灣最早的經濟發展 是用加工豬果區 加工豬果區的觀念是什麼 台灣有廉價的勞動用 但是呢 我們共就沒有那些電子的產品跟組件 所以就把這些電子產品跟組件 運到台灣來 但運進台灣不就要關稅了嗎 不要 你在加工豬果區裡面運進來 那是境外 讓你台灣廉價能豐富的勞工 到這個境外來組裝 組裝完了以後呢 這產品馬上就消失了 那這樣子 從外國公司呢 願意來台灣設廠 然後呢 他也不需要累積 積壓那些關稅 讓台灣的勞工就能進去 等到台灣勞動力變成很貴了以後 現在就想出了第二種 我們加工豬果區的模式 他就這樣 我們加工豬果區進來的 不是那一些電子零組件 我們進口一些外勞 然後把它關在那個裡面 這樣這老師說 那外勞呢 他工資就有陪對不對 他就不會影響到我們本勞工資 就關在那裡 然後我們在中國大陸商那些 需要用廉價勞工的工廠 就搬回來這裡 那我們就把東西做好了 這家就好像是中國一樣 或者就好像越南一樣 或好像緬甸或柬埔寨一樣 然後產品就出國去救了 那是我們這陣子 就變成這樣的觀念 這兩種沒有說是以時代的演變 跟台灣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 那種各有各 他的一些想法 跟他的一些社會的一些成功 或者是有他的盲點 這些我們談 但我現在要談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所談的自由港區政策 我們弄一個叫五港一空 這些五港一空裡面呢 就跟這個自由經濟示範區 這就是很一樣 裡面呢就想要解除 許許多多的法律 跟許許多多的管制 但是呢 他如果做不成 我是覺得我根本就不用去理他 因為呢 他就是想要竹草飲鳥 他以為我弄了一個草 鳥就會自己飛過來 他如果想要竹草飲鳥 結果他策略沒有成功 你也就不需要自信批評他 除非他在竹草的過程裡面 已經傷害了這個社會的價值 已經傷害到農產品 已經傷害到醫療產業 已經傷害到教育體系 那我們反對他是在這裡 要不然他純粹駐草飲鳥 你就站在旁邊嘻嘻哈哈 開他幾個玩笑 說這個是做不成的 這就可以了 就像我們沒有去反對過搭的 三葉四化 四什麼五亮點 六什麼東西一樣 因為他沒有傷害到什麼事 他自己在上場 做得起來很好 做得起來很算 那台灣有許多人 他們都有竹草飲鳥的想法 這也不一定是在馬政府的時候才有 扁政府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扁政府到後期的時候 各地方縣市政府都要做一件事 都要蓋國際機場 台南呢想要再執名蓋國際機場 人家說你高雄部份才有一個小港 新泉鎬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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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兩個都已經有點困難了 你以為你有國際機場 就會有國際航空公司 願意把航班飛到雨漆港來降落嗎 這就是你出草營鳥的想法 你以為會有國際機場 自然就會有國際航班 照這裡來降落 那你真的是完全沒有去考慮到 你到底容量有多少 商務員有多少 需求有多少 你有沒有後期的問題 所以我說你要用自由港區 不管你要那麼幾個 那不要傷害到真正的一些差別 你不要用減退的方法 你不要用什麼 你不要用什麼 我們可以做書生 那但是有影響到 像這一個自經區的導遊 有影響到 絕對要 那最後一個我要講最長 參加之後因為你比較晚 所以就再等一下 我今年1月的時候 去過中國打不 vedere 我去了天津 冰寒 enjoy 我看完了以後 我回來就一直看見 我知道什麼叫做自由港區政策 一定要看你是什麼樣的國家採用這個政策 中國在弄這種自由經濟區就是兩個 一個是上海 一個是天津 而且中國的政府選擇上海 天津是落選的 我們去看天津的時候 從北京去到天津 天津市政府 先讓你看它整個城市 看完了以後 各位聽我講這段故事 我覺得大概是幾八千 對我來說很大幾八千 看完這整個管 看這整個管是一個立體的管 我是覺得台北市跟高速市 就好好學學人家 如果是市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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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它學人家 做完了以後 他說我們去看我們的天津 冰海新鮮 冰海新鮮在上面 你看到我們一些人看到 沒有問題 我們就上個車 車一開始發動了 上面的國台辦 我說 大家可以畢木揚車 因為大概要七十分鐘才會到 我覺得一個城市跟他的港區 我是基隆的 基隆市政府離基隆港 就是一個block 為什麼我今天出入了 天津市的市中心 要去到他們的港區 跟我們說要七十分鐘 果然車子怎麼七十分鐘 到了以後是天津港 然後天津港上填海 造了一個填出來的一片很大的地點 有多大 講公體總區 方公里 通通不算數 我回來了以後 去查台灣大學總區的面積 台大總區的面積 大家多大 那個冰海新鮮 是台大總區的八十倍 這樣可以嗎 八十倍 八十倍 八十倍裡面 我就開始心中笑 我說這又是你的 除草營運 你把它做成這個大 走到他最後的時候 是郵輪馬頭 他剛剛要這樣一個租體這樣出來 車從這一頭開到郵輪的那個 等最後的大郵輪馬頭 會給人家走三十分鐘 沿路上就說 這邊都是保障人才 那你看這個八十倍 那北邊我要做什麼 南邊我現在要做什麼 那這輛已經有輪船 再寄來了 那一天晚上吃飯 火獨問 我說你們 我們今天看你 這個保障工廠區這麼大 請問你的進駐率是多少 好戰 進駐率大概二十小時 他說百分之八十 我說百分之八十 他說如果我們想要裁掉百分之五 因為如果有一個國際性的一個港區 自由港 我們這張保障工廠都會租人家 出廠商進來的 我們必須留很大的彈性 讓人家要去隨時都做得到 所以塞到百分之八 才能裁掉百分之餘 我說好 那來得起彈性都知道 他說我說S&P前五百 有三百多家都在這裏微信場 我說好 那三星 然後三星在這裏有十四座工廠 還能裁掉 然後他還順便跟我講 他說Airbus在這裏區 在我們天井 內陸一點 有工廠 然後主工廠 然後聽Airbus準備設了第二工廠 然後他告訴我 我說 我當然知道Airbus為什麼在那裏區 因為中國只要去到歐洲的話 每年一百億三百家Airbus 到了旁邊都是多嘛 然後我就說 那天井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一個自由港圈 因為它是整個黃河的出口感 蒙古今天有好多礦沙鐵沙 從哪裡出口 從天津港出口 天津市的人口 可能就跟台灣一樣大 天津市的GDP 我前兩天才看到 這台灣GDP的大概百分七十 那只是天津市而已 那北京或什麼地方都從哪裡出口 天津 所以天津裡面 它那個保障工廠裡面 最多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要發展的資本物流 因為它就是所有的台北的 如果全世界的Nike球鞋 亞洲的Nike的球鞋 如果要銷售到全亞洲去 它必須把Nike的球鞋 都進口到一個地方來 那它不會選天津 它很多部門消防中央 那一些部門消防地位 一些部門消防台灣 它走在那邊 然後放在這保隧區裡面 它這些球鞋進來 到中國之後 就要公平再睡啊 然後往外出去了 就不要睡了 往中國走的 就要瞌睡了 這就是我們的資本物流 那我問你 我們弄個資本物流 我們要做什麼 那個資本物流 會想要消防中國嗎 那它就乾脆去天津 兵來心去就好 因為它比較大 然後上海 自由港區 上海的自由經濟事態 主是什麼 上海是長江的出口港 王和還不能夠有水運 和順暢的運行 長江是可以通行的嘛 從成都下來 所以為什麼 濱海地區的台商 通通搬到內陸去了 它也是在成都 武漢這一邊 是更往內陸去 因為它利用長江的水運 然後它接近它西邊 連降的行動力 各位啊 要發展資金的港區 你要找 你要生在一個大陸型的國家 對不對 你才有那麼大的規模 你才有需要那麼大的東西嘛 台灣 就這麼想 以前我們發展的加工出口區是什麼 利用我們的連假勞動力 吸引人家的資本進來 把裝備的東西拿到我們這裡來 用我們老家的連動力把它裝起來以後 把它出口出去 我們跟那種加工出口區 不能夠放大什麼 像今天你在想像上海或天津 那個是完全不一樣的發展資本 完全不一樣的資本 所以我要說 如果你有一個上海 你就會認為說 你要發展一個融合叫做自經區 跟它對上來 對稱而發展 我不曉得一個文化是什麼東西 或者是有能把前因後果簡單的發展的策略 對發展的歷史背景跟過去 以及整個地理環境 要是期間解決一下 台灣就這麼大 你弄得五港一區 你還不夠 你還遍地要是自經區 那我真的是覺得 腦慘 所以我們講這個話才講得狠一點 中國也是不會在哪個天津而已 你想講看是不是腦慘 好 謝謝 謝謝施教授的回應 那我們很榮幸邀請到私信大學社會研究所 蔡教授 蔡教授感到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 就請蔡老師 同學跟大家抱歉 我剛剛是從淡江有個演講 所以就比較晚點來這樣子 那針對我要報告這個 自經區農業跟土地徵收 我覺得除了這個具體的 這個自經區案例 我相信剛剛金仲老師有跟我們講 很多農業的部分開放 跟我們要限制的 所以我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稍微的去探究 就是台灣在加入這個 自由貿易全球化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在農業所受到的一些具體的問題 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就農業的部分 難道我們還需要在自經區做農業加值嗎 難道這真的是一個合理的方向嗎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講呢 我必須要講台灣的糧食自給率是很低的 只有30%然後到32% 可能很多人會說 這個大概差不多吧 世界範圍都如此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世界範圍 如果你看這一張圖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就是在過去的十幾年 台灣的糧食 全球的食品價格指數 其實它的幅度都一直在百分之百 物價指數一百 換句話說並沒有漲幅很大的 是在2008年的時候攀升到200 也就是有兩倍的漲幅 那雖然說因為美國 2008年的金融風暴所以有下降 可是不管是09、10年、11、120 那個漲幅都上升了 那我們就會意識到說 原來國際的糧食物價在上漲 而這個物價上漲裡頭 可以看到那樣子的幅度 已經超過了1980年到2008年之間 最重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石油上漲 因為我曾經問過一個大城的這種 在進出口這種黃豆玉米的先生 他說物價上漲會影響它的運輸成本 百分之十五的上漲 那除了這個之外第二個問題就是 假設今天石油上漲 我們一直都想要去尋找替代性的能源 所以像美國就會投資一億噸的玉米 去做生殖能源 那像巴西就會把他們的蔗糖做酒精 各位可能來想像台灣以前是做糖 是全球銷售 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是日本殖民時代的時候 我們的虎尾糖廠也曾經把糖生產成酒精 就是那時候太平洋戰爭的那種神風特風隊的飛機在用的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說看起來 這個糧食物價上漲出了石油的漲價因素 另外一個直接的壓力就是這種生殖能源 就已經形成了汽車跟人搶聯 那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會看到 在2008年開始漲最多的是穀物 大概2.3倍 那2014年的1月也就是今年 大概是石糖跟奶類都漲得很高 像這些數據各位不用擔心 每一季聯合國的聯盟組織都公佈 所以我也很期待大家可以去關注這個議題 那為什麼要關注呢 首先你看到台灣的下一頁你就會知道 台灣原來的糧食自給率比沒有現在那麼低啊 比沒有比方是30啊 我們在1985年糧食自給率是56% 為什麼我特別要強調1985年呢 因為1985年是我們開放洋煙洋酒進口的年代 那開放洋煙洋酒進口跟農業有關係嗎 當然有啊因為當你開放洋煙洋煙酒進口的時候 過去煙酒專賣群可能透過器做 好比說在美農種4000公頃的煙葉 在我們南投啊或者是彰晃20種很多那種 黑後骨桃在做酒的這些都不要種了啊 換句話說這種對外開放的市場 無形中就慢慢的壓抑了農業的生產 而這個當然不是只有在開放洋煙鹽酒啊 包括我們跟中美談判的時候 美國要求進口肉類啊 然後進口水果1988年 然後加入WTO的時候 我們進口我們的稻米 那這個加入WTO當然有規範啊 所以我們到底是仿效日本 就是開發中國家進口消費量的8% 分6年慢慢增加 還是我們像韓國是已開發 對不起 已開發國家進口8%日本 開發中國家好比韓國 只要進口消費量的4%分10年 那台灣是像日本還是像韓國呢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當時是已日本 我記得那時候的應該是副主委吧 林翔能出國的時候還說我們要保護我們台灣的倒作 可是沒有保護我們進口了消費量的8% 而且我們正式加入了2002年 那一年第一年就進口了147200公斤 換句話說 即使當時WTO做了很多的宣稱 認為說我們的物價會下跌 因為我們從全世界進口便宜的農產品 這件事沒有發生 甚至於我們也沒有維持住台灣的農業 所以我們的糧食自給率就一路下滑 在2005年跟2007年都下滑到30% 那我相信我講到這裡有一些人覺得 對農業很擔憂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會覺得說 哎呀反正我們是工業發展 反正我們就是要主張自由貿易 不要再講那個農業了 那如果我們是一個工業國家 我們也是助長全球的自由貿易的 我們可能就會好奇 難道這些國家的糧食自給率都很低嗎 各位可能可以看到 全世界第一個工業革命在哪裡發生 在英國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英國的糧食自給率是多少 70% 就像你們看到的 這個是日本農民水產省公布的 台灣的農委會還不願意公布其他國家的糧食自給率 那德國84% 義大利62% 甚至於瑞士是一個溫帶地區 它的糧食自給率都要49% 那我們呢 我們才30 即使跟我們面對同樣的處境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結構中 蘇俄跟中國是共產國家 美國是民主國家 所以它有建構了 日本韓國我們菲律賓的這個太平洋島鏈 那當然也是它美元的援助 以及它美國農產品銷售的地方 即使是跟我們有同樣國際處境的日本 現在是大概41到42 韓國是45 那菲律賓當然更慘 他們在08年就有這個搶糧的危機 所以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還是延續著自由貿易的觀點 同時在自經區裡頭放入農業家族 那意味著我們這個國家所在乎的不是糧食的生產 不是農產品跟消費者的健康或安全 而是為了資本農業為了大規模為了基改作物 為了來創造新的機會 同時會造成農村文化的消失 那為什麼我這麼講呢 因為如同剛剛施老師有提到 台灣有加工出口區 至少那個時候我們還是 因為很多的農業的勞動力釋出 所以我們的勞動力很便宜 還有一個相對來講我們比較優勢的區域 我們也知道在高雄的那個加工出口區 是世界第一個加工出口區 可是現在如果要說自經區 我們也不對資本家瞌睡 我們也不是原料產地 我們也不是消費產地 那為什麼要把台灣變自經區呢 那等於把台灣的主體意識 還有台灣的內部安全完全放棄 這就意味著這個自經區 就像是一個資本家的手 把全世界的資源變成 一把又一把的鈔票放進他們的口袋 台灣確實是 之前我們也有去調度過 就是以美國而言 整個國家的GDP 大概是55 會是化為薪水階級的所得 可是台灣現在只有30幾 40幾了 那甚至於過去資本家 去分排GDP是20幾 可是現在也升漲了 快要30幾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這種新智慧主義全球化的道路 讓國家不是為人民服務 而是為資本服務 如果我們還是要讓它延續自經區 那其實光從土地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對資本服務所形成的 國家職能的上司 我給大家看的這張圖是 2010年7月17號 我們站上凱道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堅持土地正義 而且我們認為 圈地惡法應該立即停止 那我們圈地惡法指的是什麼 當然是土地徵收條例 因為土地徵收裡頭 在台灣 我們知道徵收是國家的高位權利 可是這個徵收都是為了公共利益嗎 並沒有 比如說大埔它根本就是 這個地方政府跟財團的炒作 那更何況像現在的 已經有自由貿易港 跟自由貿易的那個飛行區的那個桃園 他們要圈3000多公頃的土地 再來劃設這個航空城 所以你土地徵收這個圈地 只發生在現在的台灣 早期的開發或中國 圈地的這一詞是來自於英國 因為當時工業革命的時候 這個資本家跟這個地方的力量 就把地圈起來養養 主要是要生產這個紡織業的衣服 但是就把那裡面的農民 一波一波的趕走 那這個我記得那時候 10年我們來定位這個圈地惡法 來跟大家敘述這個概念的時候 聯合報來來問我們 然後同時還放了一個那個新聞小詞點 把圈地這個意義告訴趙家 我們會特別強調土地徵收 是因為現在台灣土地徵收 隱含了炒作的空間 比如說他在這個土地徵收裡頭 除了是一般徵收 是圈地是為了公共之外 還給了一個空間叫區段徵收 區段徵收就是可以把徵收來的土地 做公共建設 然後做部分的土地大概兩層六到三層多 分配給原來徵收的不管農民或私有地主 剩下還有兩三層的土地 就成為我縣政府的利基 那我就可以標售這樣子 那這個標售在過去的經驗 除了大補這個案例 我們還有更可怕的就是 離這邊很近那個領口A7 他們甚至於當時的內政部 還沒有完成徵收的時候 他們就針對財團做預標售 A7徵收的時候還沒有徵收完成 就預標售給財團 我們就覺得說 原來徵收根本不是為公共利益 是為了這個財團服務 而這樣的例子 不管是在日本、德國或美國 都是限制的 甚至於我去巴巴利亞邦那一陣子 我就一直想搞清楚 為什麼德國還可以有這麼好的糧食自給率 為什麼他們還有農業跟工業並種 結果我記得我印象中 我去德國巴巴利亞邦的時候 即使是在巴巴利亞邦是母公司的BMW BMW的那個藍白的標誌 就是巴巴利亞邦的標誌 他們這個BMW要設廠的時候 地方政府都不願意幫他們徵地 要他們自己用這個 自己去跟地主協商採購土地 才來蓋BMW的廠 所以我們覺得土地徵收本身是有限制的 是有危機的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區段徵收拿掉 要讓徵收回到國家高位的權利 延續公共利益 可是我們在關注土地徵收的時候 回頭看自經區條例提出來的 其中的第13條 它就特別是這個自經區的設置 而這個自經區的設置 除了讓已經設置的 比如說經濟部工業局的土地 比如說農業科技園區 科技園區或者是科學園區 或者是產創條例設置的園區 都可以納入示範區之外 它在最後還允許各級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 他們可以重新去擬定自經區的區域 全台灣都可以被劃入自經區 那時候我就想 你一個可以資本家設立的自經區 還要重新去劃地 更何況這個東西也不是最合理的政策 因為不管將來自經區的面積大小 即使是現在台灣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 閒置的土地就超過2000公頃了 而且這次是監察院做出糾舉的數字 更何況像科學園區也在中科世期好了 它當時是為了面板業劃設的 那600公頃到現在 所有的水電高壓電塔道路都蓋好了 但是有沒有廠商進駐呢 我跟你講面板業沒有進駐 只有一家廠商是做口罩的 他用得不到一公頃的土地 他覺得說你根本就是有很多閒置的土地啊 即使你要劃自經區也不應該再征收啊 那接著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第15跟第16條 它是要鬆散土地管制 這些事情我實在是覺得 蛤台灣的政府除了你經濟部之外 國發部之外 不是還有環保署嗎 你不是應該要看這個 開發案對環境影響的評估嗎 你不是還是要 如果你是開發在三部地的水土保持啊 這個建造的發放啊 結果在這裡頭 15 16條裡頭認為說 假設有環境影響評估 隨土保持雜項執照 可以跨部會平行作業 縮短申請期限 中央機關竟為辦理許可審議 這真的是在告訴我們 我政府不是為了你經理的 我政府是為了財團的喔 而且它限縮了中央政府各部會的職能 好比我是環保署 我本來就應該仔細審慎的去思考 這樣的開發會對環境的影響 但是在這15 16條裡頭完全鬆綁 那15 16 17條的這個環境影響評估 我們覺得它完全鬆綁 意味著就是國家職能的萎縮啦 就是台灣有各部會的首長跟各部會的職能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全方位對人民的 但是在這裡你就看到各部會職能的萎縮 那第23條更是我覺得不太理解 我念條文給大家聽我再來解釋 第23條提到管理機關架構取得之不動產 得由主管機關審定價格後辦理出售 不售土地法25條國有財產法28條 及地方工廠管理法令的限制 光看這個條文各位可能不了解那個 Mega就是曖昧之處在哪裡 可是我跟大家解釋 就是土地法25條或國有財產法28條 跟地方工廠管理法所宣示的都是 如果我是縣長我要把這塊土地賣出去 可是在一定面積以上不能只是我說了算 必須是地方議會比如說縣議會的同意 換句話說牽涉到國家公共資源的運用 就不是只有行政機關個別的權利牽涉到這種民意機關的監視以及討論 結果他要把這樣的行政跟民意機關互動的這個原則給取消掉 這個就是違背了我們台灣民主程序應該是行政落實然後立法或民意要獨立嗎 所以我必須要講這意味著要把國家公有土地全面放寬 同時公共移轉就是個別的縣市首長的權責而忽略了對民意機關的落實這樣 那這些想法我們不只是我們個人的想像啦 我們跟很多的農民有討論 所以我印象中在4月10號這個立法院的公聽會 那我跟機中老師都有那邊都有在那邊報告 然後4月10號是針對農業的 4月14號是針對土地徵收的 然後我們報告了之後呢 我很難理解因為我們的管中民主委 就國發會的主委就特別來跟我講說 嗯你講的有道理我會接受 然後我就蛤真的嗎有這麼好的事嗎 然後之後他還針對他修正的地方有寫信給我 還告訴我媒體有哪些報導 那當然不只寫給我 也應該會寫給那一天有出席的像徐世偶老師或其他老師 所以呢我們就來看看那個管中民主委提供的修正建議 你們來看到修正建議這裡 他把第13條沒有刪除 但是在第14條的時候 右邊的102年12月26號的條文明定 前兩項土地如位於特定農業區農木用地需徵收土地者 依設機關因依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系則第二條之一規定 並同前兩項審查程序辦理 那就要說你就算是農業區的土地我可以去徵收 但是管中民主委說不要好了不要徵收我幫你刪除 那第18條 依第14條規定設置之示範區開發管理機關以協議架構徵收區段徵收取得私有土地者 於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他第18條修正把徵收跟區段徵收的字眼拿掉 依第14條規定設置之示範區開發管理機關以協議架構 換句話說就類似巴馬里亞綁號要買的囉 來取得私有土地然後來辦理都市計畫變更 光看到這裡我們可能會感激管中民主委 事實上我感激 但是在第二天我跟詹順貴律師討論之後就覺得 這個管機要殺殺撐 為什麼呢 因為第13條重新設置並沒有停止 那這個重新設置針對農業區的徵收是停止的 可是其他私有土地呢我們不知道 更何況在這第13條裡頭包含了 不管是經濟部工業區的土地 科學園區或產創園區或農業科技園區 都在這些法條裡頭都包含徵收跟區段徵收的條款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是回頭針對區段土地徵收做限制的話 只是在至今區做一個這樣的回應 也只是浮誇然後比較浮誇的善意 而不是真的要來限制自經區的設置 好那剛剛我講的是土地跟各部位職能的限縮 那接下來我要講農業 那農業除了我剛剛講的量子自給率之外 我相信其中老師講很多了 所以我比較簡短的來講 我覺得台灣事實上真的是要面對雙軌農業 也就是雖然我是一個小農 這個是事實 那同時我在這個小農的堅持上 也一直在思考我們過去台灣的農會 農田水利會會的農改廠 應該是半公共化的農事服務 可是現在已經成為一個競爭的這個勢力 甚至於智慧財產權一旦出現 像現在我們農改廠的一些品種 也都必須要這個 像那一天美農要把高雄145號的倒作 當作他們推廣的重心 可是農改廠說可以 但是我要你買50萬的品種 所以雖然我們是支持家庭農業 可是我們現在確實是雙軌 第一個是資本農業 好比說你們看到左邊的這個蘭花 他就是那個鷹葉達的那個 鷹葉達的老闆貴興趣的 我忘記了 他跟他兒子設計了公司 甚至於今天 今年的蘭花展第一名的 也是他們公司出產的 那除了蘭花 我們幾乎是全世界排名前面的出口國之外 我們還有蓄產 比如說大成啊 普風啊 他們是從原料這個進口 就是飼料的進口啊 到品種啊 以及白肉雞很快 四十幾天就可以讓你吃了 那當然啊 你去肯德基或者是 麥當勞吃炸雞不要太高興 因為那不是太健康的雞 有很多的成長技術 那當然後來農會也中 比如說董南農會也中那個 紅蘿蔔啊或者是馬鈴薯 這一塊是有的 我們推動的這個旗艦產 農業包含熱帶水果啊 包含蘭花啊 包含這些都是 我覺得我們未必能夠阻攔 那但是呢 大規模的農業 基本上所在意的就是利潤 所以為什麼國際的農業 比如說我們進口的黃豆 它會用基改作物 它會用基改黃豆 就是因為它在種植的時候的那個飼料 它想要限制那個飼料 對黃豆的影響 所以各位可能都要有一點稍微焦慮一下 因為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吃過 基改黃豆做的豆漿 因為台灣進口的基改黃豆 是美國飼料級的黃豆 飼料級對 然後它的農藥跟化肥的那個運用的 幅度比較寬 像日本雖然也是要從美國進口 可是他們要求給人吃的一定要食用級的黃豆 就是那個農藥有比較限縮 好不管怎麼說 這本農業是一個趨勢 而且大量生產 那已經由國際農糧組織 控制了幾個國際運輸的 不管是黃豆玉米小麥 這些棉花都是事實 可是台灣還有70萬戶的農戶啊 就是小農啊 台灣的小農並不是無知的小農 因為我們的品種改良 已經是日本時代開始的 所以我們很多 我記得前一陣子 有一個叫 是一個洋研究員 他是中研院的 他有他在美國的時候 待過孟山都 他回來的時候 他覺得 哇台灣的農場 雖然是生產 可是很像是那種 小型的甜心實驗室 比如說我自己的家鄉 投社是種那個菜龜 我的阿伯就常常說 他的菜龜的品種是他自己研發的 那我說那你的母種哪裡來的 他跟我笑一笑 他說是去旗山旅遊的時候帶回來的 怎麼來我就不要等他了 那句話說 他們其實會因為個別地域的差異 以及我的面積 以及我的生產的時間 會去做調整 那除了這些農業的調整之外 最重要的是多樣化的生產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送到那個那個 萬大陸的那個果菜硬發市場 這個世界只有上海跟日 我們有這樣的經驗 如果你去美國 相信大家 像我上次去舊金商 就在那超級市場 一直看一 unless看 這 значит ehkä為什麼水果就是涼心種 為什麼蔬菜就是美生菜 所以我們就會思考 那我講這個 並不是要講多是好 而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你多样化的生产 其实可以吸引消费者的选择 因为消费者来买农产品 不只是吃饱 而是健康的选择 你多样化的生产 会对于生机饮食或食品加工都有帮助 那更何况 你们看到那个右上角的那个 在海白的那南北 是有一部纪录片叫古云北 台南的 他这样子早晚上香 我常常觉得跟我阿公一样 老人家就是宗教信仰好 可是我最近可能是因为 进入中联变 我就有一个新的论点 我自己思维 我就觉得 其实这是农业文明的展现 为什么呢 因为工业文明 我们就相信科学至上理性地义 我们只要找到程序 所有问题都解决 可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莫拉克台风 或者是其官气候造成 世界各国的这种气候危机 其实是人类的工业造成的 因为二氧化碳排放 台湾是全球第十五大的 二氧化碳排放国 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说 如果我是自己务农 如果我要去田里面 除了注意气候风向品种之外 其实我应该要理解到 老天爷少我一口饭吃感恩 但是也知道 瓜大风下大雨可能没有 所以我跟自然 是一种道法自然 互惠生产的哲学 而不是觉得所有的品牌 比如说台湾茶 现在台湾茶还可以 销加拿大 销美国 销英国如果我将来全世界 从韩国 不不起 从加拿大 从中国进口很多的茶 然后加工包装之后 台湾品牌出去 以后台湾茶 还是一个好的标志吗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整盛的面对 更何况 可能我想刚刚吉仲老师也有讲 我们现在的开放 是全面开放 税率降低 这个几乎是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 还是绑了许多的农业的特种农产品的项目 即使我们签ECFA跟中国的农业的买卖 也还是有一些限制 甚至于中国跟韩国在签FTA的时候 韩国也保护了它部分的农业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至今期的农业价值里头 全面开放 所以这实在是令我们没有办法忍受 那更何况这个全面开放里头 它还允许将来的生产品可以内销台湾 本来的法律是说内销台湾10%是不用缴税的 10%不用税 它现在国发会是认为需要增税 可是额度多少我们不知道 可是就算你增税 你还是可以一直销进来 那意味着本来像刚刚吉仲老师讲的 那个花生油可能是我们土地产的 现在可能都是从国外的原料 一直在引进台湾加工之后卖到市面上 那这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已经经受的压力 就是你们知道前一阵子在食用油的部分 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危机 那其实台湾的农产品至少在生产过程 我们就有管制 如果我们不仔细的去拔关 甚至于它将来的加工也不用标示产地来自于哪里 会不会我们过去所面对的食用油危机 还会再面临一次呢 这个除了是台湾品牌被卖之外 另外的当然就是台湾国内的食品安全能不能延续 那这个针对四字二条的删除的建议 我相信吉仲老师有跟大家报告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在4月10号资金区的时候 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台湾除了不需要设资金区 把全世界当作我们的市场之外 是因为我们既不是原料产地也不是消费地 我们应该要建立的是在地经济的体系 而这个也不是我个人的虚望 如同刚刚家庭农业的人所主张的 还有我现在跟大家讲 朱靖一他也是我们经济系的前辈 他现在刚刚国客会主委之后 在天下的理论写出文章 他前两天有一篇文章叫做 为什么台湾GDP成长但是薪资董涨 因为他觉得台湾的产 台湾的现在面对的问题不是开放开放 自进去自进去不是 而是应该要思考创造性的产业 比如说台积电或连发有是创造性 他们的经营比较好 可是如果我们是一直做素食 做农产品加工或者是做这种电脑的代工 其实是一直在压抑年轻人的收入的 所以他认为说我们要做经济产业的转型 大概有一个方向是创新型 联合国特别强调的是在地经济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讲呢 因为就如同流过留学日本回来的青松大哥 他中了将近八公顷的倒铁 然后他就去衡量他自己的收入 然后建立了股东俱乐部 那换句话说他是透过农耕来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 不管是合作或者是人把这个稻田 刚做是劳动学习的场域 都其实在这个至今区的除了生产之外 不管是他的食品加工或者是他的通路 或者是他的产销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的这种产业的论述 可以形成另外一个区块的就业的可能性 那这样子的社会经济关系 让我们就会慢慢的思考 难道我们应该要垄断这个资本霸权吗 垄断资本霸权除了这个有钱的人决定一圈之外 都市生活就是我们的选择 难道我们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 也把农业地区乡村地区做得好吗 我们觉得政府应该做出改变 比如说即使你想要做经济自由化 拜托不要把农业放进去 应该要把农业恢复台湾农业的生产 恢复我们的粮食自给率 那在这个过程因为我们是小农体制 然后那个农业的土地现在都去买去盖房子 所以地价越来越高 所以我觉得应该由国家去采购 不管是在田中央或山边那种没有人要买的农地 然后把这些农地慢慢的可以把农地分配给青年 来建立一个新的产业的机会 土地组备制度 那另外就是呢 那个所得跟环境的补贴 不要都是负面的 叫你修根或补贴农药的 补贴肥料对不起 补贴修根或肥料的 而是要正面支持环境的补贴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多元自主的生计模式 能够去利用在地资源 雇佣在地劳工 以台湾内需的消费当作生产目标 至少还有好大的幅度 可以创造在地经济 然后来建立就像欧盟主张的 工业跟农业一样重要 都市跟乡村各有发展的方向 各位我那一天也跟管中民主委建议 你知道农村再生条例每1500亿 然后他预算用不完 可不可以三分之一拿来做在地经济 然后不要放到那个 自经区的农业价值 这些论述并不是我们空口白话 我们会一方面跟各位报告 二方面也会把握任何的机会 来做这个政府的这个对话 可是我必须要讲 只要我们觉得有异议的地方 一定要发出声音来 因为我们期待的未来 现在就要做出改变 让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 谢谢财教授对农业方面的发言意见 那我想我们还是回到这个GIMA 谢谢 非常谢谢 那这个我们还有些时间 欢迎我们的来宾提出问题 那我们再一起来做对应 请 我是文化大学国贸系老师 我叫黄瑞蒙 那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像刚刚听那个陈伯志教授讲的 一个ECFA福茂自经区 一个一个又出来 那为什么我们跟任何一个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的关系 不能回到WTO的平台 因为回到那个会比较简单 那就不需要有这么多 针对中国大陆的一些 分争出来 然后消化很多社会成本 那我是不懂为什么 因为那是很自然的事 我们已经是WTO的会员了 那当然这可能是我们政府 它自己的政治目标 我个人看起来是觉得 它的政治目标比经济作用还要来得大 然后我的第二个想法是 基本上虽然我是受国际贸易专业出身的 可是我反对农业贸易自由化 因为我认为农业 台湾第一个该做的是提高粮食自给率 比如说至少到70% 那有一本书我很推荐给大家念是 叫一个小行星的饮食方式 那我大概20年前念了那本书以后 我就决定重新开始学经济学了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 事实上我们教科书上所讲的一些 关于农业的一些政策 包括台风来了 蔬菜价格高涨的时候 我们应该进口 事实上这时候不应该进口 你要让国内的农业有修复的机会 所以他整个颠覆我的想法 所以我后来我花很多时间在了解农业 那我认为我们该 就是就农业来讲 应该让维持国内的生产 它的主要目的是 养活那块土地上的人 维持那块土地上的生态 那其他的 有些我们不生产我们再进口就好 那因为农业有一种特质 因为我上礼拜听了一个做糖的人 他在讲他怎么做糖 他说就是今天讨论的农业加工 他说他只用虎尾糖厂的糖 包括即使是台湾本地的糖 他觉得善化是善化 善化糖厂出来的糖 跟虎尾糖厂出来的糖 他做某些农产品 譬如说我们喜欢吃的华柜 还有他加到红豆汤里面 那个滋味就是不一样 所以其实农业有很多 我们在经济学上讲 它是一个垄断性竞争的市场 它的产品并不是有完全替代性的 所以就这个观点去看 农业不应该是有贸易 OK 那我比较想了解的是 为什么我们不回到WTO的平台 去跟大陆做经贸关系正常化 谢谢 谢谢 谢谢黄老师的提论 那我问一下是不是请陈老师 因为虎尾 知道虎尾 因为大家都替虎尾 所以说我虎尾必须打他背包 这个虎尾糖厂的这个准硬工程 在战争时代美军来的轟炸 据说烧了七天 一个工厂被轟炸的时候还烧了七天 就是说那个升纸能源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战略 是一个轟炸 至于说虎尾糖厂的糖一定要好吃 这个不好意思我自己没有注意到 买糖的时候都没有开吃哪里的糖 那没有吃我们顾虎尾糖 但是我们这个蔡教授所提的在地经营这个 我想是非常的支持 是非常重要的 那回到黄教授讲的这一个 为什么我们不回到WTO 实际上我们加入WTO的时候 我们是跟中国同时加入 那因为同时加入 所以加入WTO我们跟各国谈判 他们也跟各国谈判 但是我们没有跟他谈 他们没有跟我们谈 那没有谈 我们当时想的一个好处是 我们原来管制的东西 我们可以继续管制 因为没有谈过 他没有办法要求我们 这一个把原来管制拿掉 但是没有谈另外一个坏处是说 他们那些胡作非为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办法叫他谈 所以换句话说 马政府口口声声讲的 说我们这个 我们加入WTO 但是没有给中国WTO的待遇 那个点法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谈 如果要给 我们答应给其他国家的待遇的话 那个照说当时加入之前 P子进行磋商 P子要去谈 所以既然当时没有谈过 现在是不能够直接就 照我们开放给其他国家的条件 来做开放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有人说你对中国有不公平的待遇 这是不是违反WTO 那 其实呢 WTO 规范的是正常国家 正常会员之间的关系 那两岸之间 是 是什么关系 两岸之间什么关系都不管 照国际公华 即使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 那么 如果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的话 两岸在国际公华 其实是属于交战关系 照国际公华 我们是一个交战团体 不是一个正常的会员之间的关系 两岸之间的汉州管制 本来是源自政治军事的问题 那么 WTO 是不管这里 所以 WTO 也从来没有任何人 敢要求 我们说那你必须对中国开放 因为第一就是之前没有谈谈过 第二就是说 这里面其实是有政治军事对立的问题 所以 我们也不能随便讲说 回到WTO的关系 其实是 我们如果要看 就是说 我们应该回到WTO的协商 不能像ECFA这样 整个协商 整个协商都不知道WTO的规范哪 是说 两岸中间现在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 应该是回到WTO的机制来协商 我想你讲的回到WTO 应该指的是这个 而不是说 我们要 照我们WTO对别的国家的承诺 我们就通通看要理他 这个是WTO的这个问题 就这样 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这个人气大了 农业不能够乱自由化 其实这个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只有马政府假装不知道 但是即使假装不知道 这一个 马政府有讲过 这个粮食 某个问题 这是国安问题 既然是国安问题 就不要随便跟我讲自由化 其实经济跟贸易的自由化 黄老师教国际贸易 我也是教国际贸易的 那 教国际贸易的人 就知道 其实 国际贸易理论讲得很清楚 国际贸易没有告诉你说 自由贸易是最好的 自由贸易如果有好处 那是要反作配套的条件 国际贸易理论非常清楚讲 国际贸易会造成整个所得重分配 那如果国际贸易即使是要好 如果说它要好 至少至少要有补偿 但是全世界在贸易自由化 都没有真的做补偿 所以真正熟悉国际贸易理论的人 不会随便主张说 你就开放自由最好 何况 所谓自由最好的 那个国际贸易理论 即使有补偿 那也是国际贸易理论里面的一小部分 真正大部分国际贸易理论 99%你去看这些学术杂志上面 国际贸易方面的经济论文 其实都在讲 国际贸易会造成一些问题 要有什么样的政策 绝对不是闭着眼睛说自由就最好 我们台湾很悲惨 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就是我们有很多书没有认好的人 随便拿着经济学原理 最前面的那三章 前面那三章讲自由经济最好 后面就开始讲自由经济不对 但是只认前面三章 只认有前面三章的人 在那里讲自由经济都要完全不要 那马正什么 拿着这一套来讲 为什么会拿着这一套来讲 你刚才讲政治目的 政治目的是为了对中国开放 那是他的政治目的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 国民党长期以来 是跟资本家 不要讲蓝天的话 跟资本家比较熟悉 所以包括农业政策 想来想去都是资本农业 那这一次的这个资金区要开放的加工 那个也是资本家的加工 从来没有去想到农民的福利 从来没有去想到 国家粮食供应的安全这个问题 就是说资本家的利益牵着走 而这个也是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最大的问题 就是资本家牵着国家政策往前冲 那么这个不是我在骂而已 大家可以看1997年当然金融风暴之后 那么这一个Stiglitz 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 他公开讲说 美国政府就是被华尔街的那些资本家牵着彼此所 强迫各国金融的自由化 那造成很大的问题 他那样骂了美国政府也没有理 各国也没有理 所以接着就造成2008年这样的 全世界的金融很像 实际上Stiglitz讲的很清楚 他说他做弄贝尔讲的得主 他得奖的著作就是在讲自由经济不是罪头 结果大家盲目的在那里 在台湾盲目的在那里 为了政治的目的 为了资本家的目的 在鼓吹自由经济 我不是说自由经济通通不好 那是任何自由化 我们讲过任何自由化 都要想好说 那你要有什么样的新规划 你有什么样的冲击 你造成的对某一些人的伤害 你要怎么 我们现在通通没有 就盲目说我要自由化 好 那自己的老师就请陈老师 这是张陈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因为冲业贸易自由 因为我们在冲业部门自己非常的痛苦 那我们讲一个 也不是说站在所谓的同情的角度 而是就一个经济的论述 我以稻米来讲 我们现在的国际稻米 从11块到12块 我们的消费地价格 一公斤40块 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这种 所谓比较利益 我们就全部进口国外的稻米进来就好 可是我们的水稻田 刚刚陈老师有讲 大概56万公顷的水稻田里面 全国的地下水 水源 7.5台这些水稻田 水稻田 除了涵养水 地下水源 它的那一个提供的生态环境的贡献 还有包括所谓的粮食安全 因为那是属于所谓 副业市场采的价值 就是说它有市场的价值 可是没有在买卖 我们算出来 纯粹水稻田 一年 这个是农委会的光端的数字 就2000亿 这是叫做所谓的外部性的效益 可是它的产值只有300多亿 因为它一年大概生产150公顿的稻田里面 每公斤大概有20几块 所以如果今天就市场的这一个 所谓的运作而言 那当然就是全部进口到 可是如果把外部效益 考虑运来的时候 那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农产品之所以反对它的贸易计划 是因为 你没有把外部效益 考虑来 是不是就是有点某种程度的市场是0 所以我想第一点补充 第二点刚刚程老师特别讲 因为 现在的农委会的主政 其实它已经 它要把传统农业定义做改变 它的农民不是我们现在的农民 它认为向所谓的用农产品来做食品加工 这是业者 叫做农业从事人员 那它没有叫农民 所以你只要在网路买卖商品 也是农业从事人员 所以它要把农业的定义 农业的产值更改 农业产值就是我们农业年报看到的 就是你生产的农产品成上市场价格 就得到这4700多亿 它要把它的商业下游全部改成它的农业 所以这样的话有一个非常阴谋的那种概念 就是以后贸易自由化 对它的农业是正面的 因为你把食品加工业放在近了 可是对我们所谓的传统想象的一级的农业 绝对是一个冲击 所以这个不只是这样 它甚至因为马总统说 我们要赶快宣试加入TPP 或者是US 理论上它应该更要把可能的冲击 告诉农民、农民团体 那怎么开始营业 它完全用保密的方式 而且不愿意去承认 日本农民水草成自己评估 加入TPP 它的农业产值会损失三成 就是三兆日元 其中有三成五来自于水稻的稻米 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冲击 那如果说今天站在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 我们一定要赶快加入TPP 那农业部分不能是一个半角石 可是它应该把这种资讯 尽速的让农业部门知道 可是它完全不用这种方式处理 因为他们在行政院的这种 院会里面说 农业不是 农业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已经早就做好 那实际上 绝对是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希望各位 也可以都关注 有份贸易自由化 对台湾农业部分的冲击 谢谢 请问各位来宾是不是还有愿意再提问 因为你刚刚提过一次 请问这位小姐好 我是台大科技系的学生 然后我想先请问一下 就是关于这次开放金融业 上次那已经有发生 就是台湾的银行去中国借给中国厂商钱 然后被搞账的事情 那我们这次开放金融业之后 会不会对于大陆的铺线更增长 然后还有关于开放 或者是法律跟会计人来台湾 可是实际上 如果就是我们应该是看待说 需要有能力缺口的地方 去开放外国的白领来台湾 像老师刚才说的就是外语实质 那我们现在到底是基于什么 去开放这些人来台湾 因为不是只是说会计 现在都同样的会计法规 有很多是台湾现行法规去适用的问题 为什么会开放外国人 他们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这些东西 就是台湾的法规 然后还有关于国际医疗的部分 就是现在也是有看到 就是如果说台湾的医疗技术很好 然后国际上是有人有这个需求来台湾做一些特定的手术的话 就是还是有看到说有国外的人来台湾 那到底开放国际医疗 跟现在的这种状况的差别是什么 因为现在台湾也是有不看见 包上紧门这种东西可以有的 对啊 然后还有是智慧物流的问题 就是台湾像很多的物流 像加里大龙或者是顺丰 都是港资或中资 然后反而像长龙 因为那个群移人谈判问题 反而他好像没办法享受到两岸物流的利益 那我们去开放国际物流 到底是对我们本国的厂商好 还是反而是对这些中资跟外资的厂商好 然后另外一个是教育的问题 就是刚才老师说有很多人想要念国外大学的EMBA 可是那到底这样的教育是为了 就是真的为了促进阶级流动去做这些教育 还是是为了阶级化去做这些教育 因为台湾的教育上已经超多问题 就是现在已经招生不足 然后你开放路车来 路车来的也不够 然后你还要去开放更多的大学 反而问题看起来是恶化的 对,谢谢你以上的问题 这个问题相反 这个人抱歉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事实上蛮长 是不是我们是最后五点钟就好 好,四到五点钟 那还有剩你的问题呢 请这个个人来跟我们台上这位老师专家再来做讨论 那我们现在是 我要先请 这样 好简单 就是简单 那这个结束以后是不是可以再继续讨论 您的问题我没有全部记下来 但你刚刚所问的问题我记得今天回答你 如果我们的金融业去到中国 我们放款被人家到 那是一定会有的风险 两岸如果金融往南 就一定会有华生会上多预期放款 除非物理疫情放款和患上的比率超出正常的水准 那的话那应该是应该是要在容忍放款期内 国际医疗 我听过医长人说过 现在原本就开放医院 百分之十的病床是可以做国际医疗的 所以不需要有一个这个国际医疗 特别的这么一个资金区 它本来很多医院就可以做国际医疗 所以你所说的应该是有问题的 第三个 如果是真正向我们追求高升学问 以下在座的各位一样 你们大概不太会选择在台湾留学 我觉得留学还是要有很多 留学没办法定在留学 更何况是在台湾读一个EMBA 或读一个外国大学 我想那个东西为了度金的成分值高于其他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它其中是有力可动的 所以才会有人来做这些事情 那你所考虑到 我也有考虑到 台湾都已经掌声不足了 你还来开办这些东西 那是不是就要让许多 大学的退展问题更加的复杂 那大学退展很多时候 因为需要整个的全体纳税人来负担很多 很多会发生的社会成本 那你今天开发这个国际医疗 应该要去问的是 那到底是哪几个大学 在手涌你开放国际医疗 教育 那到底是哪几个医院 在手涌你开放这个国际医疗 把这些名单列出来 揪出来 我们单独跟他讲就好了 不需要不发挥阻备 他们在前面被挨这些套蛋 那你多多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 像刚刚陈老师所说的 KEM一向都比工资人家比较好的 这里面到处都藏了一段 为什么要开放一些 我们的怀疑在里面 或农业的部分 我想也是这样的 我记得大概这几点 一个简单给他再一次 谢谢 这个政府施政一定要想清楚说 他的目的在哪里 那如果经济政策来讲 经济学一直讲说 政府如果要政策介入 那么他一定是有外部利益或外部成本 这一类的考量 然后才要来介入 那先看银行的问题 几个月前或一年前 我在经济日报写过一篇社论讲这个问题 银行业其实风险很大 那全世界都一样 银行出问题的时候 最后都是人民拿钱出来的 那这样我们为什么要经营银行业呢 政府管理银行业很麻烦的 要专门一个金管会 我们别的产业都没有一个部带款 就只有银行专门一个部带款 那么烂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 之所以要的原因 是因为银行在 或金融业在社会上办理很重要的任务 把人民的储蓄 转给企业做投资 帮助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所以即使有那么大的成本 那么大的麻烦 银行也要做 好 那你从这个观点 银行业到国外去投资干嘛 到国外去做 结果现在赔钱了 还是我为我们赔 但是它创造的利益 不是在我们这边 它是去帮助别的国家的投资 不是帮助我们的投资 所以 银行的对外投资 那一部分 他要讲的天罗乱罪 都是那些银行界的人 的失利 对国家来讲 这种高度风险的产业 在国内是必要之二 不得不支持他 但是为什么要支持他 去国外亏钱 农业这一部分 隐藏的风险 其实大家提过 你跟我再讲一次 农业隐藏一个风险 就是你买来的原料 如果不好的话 那你现在在台湾加工 然后叫做MIT产品 那被出了问题 所有的台湾产品 被拖下去一起死 那个比银行导账 还有麻烦 银行导账倒那一家而已 这个一出问题 全部台湾所有的 出口农产加工品 都会被拉下去 第二个风险 就是粮食安全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原料 加工出口 虽然是出口 但是毕竟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万一全球粮食短缺的时候 那我们就不要出口 留下来自己吃 好不好 但是呢 我们进口别人 可以原料加工出口 万一全世界粮食出问题的时候 那台湾都有人毫无帮助 即使我并不是很鼓励 农产品的出口 但是农产品的出口 它的农产加工品的出口 一个好处就是提高我们的粮食安全 因为出口那台湾必要的时候不卖 那这一个交易的部会 老师都我们看不到它的目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